我死后半年,老公向我姐姐求婚了,我的父母,哥哥纷纷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唯一知道我死讯的闺蜜,在他们婚礼当天,送去了一排花圈,以及我的死亡,报告书,我看见,他们冷漠了二十多年的脸上,竟是闪过了一丝慌乱。 在宋思然和姐姐婚礼的当天,他们分别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只想我能够回来为我的姐姐送上祝福,但是电话没有打通,他们没有放弃,转而给我发送了一条短信,爸爸说,安生,思然不爱你,你何必这样固执,别矫情了。 妈妈说,安生,你姐姐不能有情绪波动,你已经走了半年,再这样任性,以后就别回来了。 哥哥说,陈安生,别给你怜你不要,不想让我对你动手,就赶紧回来。 发完这些消息,他们便投入到了婚礼的准备事宜当中,我飘在空中,看着未婚礼忙碌时分的他们,心里竟是没有钉点的波澜, 大概是我从来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亲情的爱,所以到死了,也没有期盼过,他们是否会对已经失踪半年的我有任何一具关切吧? 因为姐姐病了需要齐带血,四十岁的妈妈为了姐姐,拼了命地生下了我,但凡姐姐有需求,作为妹妹的我没有任何权利说,不,大到一颗肾,小到一支铅笔,在这个范围内的, 还包括了我考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以及我的老公宋思燃,宋思燃,是我高考二战考取清华之后认识的男同学,我们一个班,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我们很恩爱,很甜蜜,所以,在无人在意我的情况下,我们毕业之后非常顺利地结了婚。 我想,如果不是那次在街上偶遇了我的姐姐,恐怕我这辈子都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吧。 姐姐第一次见到宋思燃时,她的眼睛似是放了光,那是我最最最熟悉不过的眼神了。 从小,她如果看上了什么东西,眼里便会放出这种光,那种强烈的占有欲,像是噩梦一样笼罩着我。 我知道,她看上了宋思燃,并且在之后的许多日子里,蓄意勾引,从宋思燃说出那句,我觉得你姐姐不像你说的那样坏。 开始,我便看着她们越走越近,越来越亲密,甚至在我租的房子里,边卵捣缝,事发之前,爸妈给了我一份尿毒症的报告。 这一份报告是姐姐沉娇雨的,爸爸一脸为难说, 我知道,让你捐肾给你姐姐很为难,但如果没有你的肾,你姐姐会死,妈妈的泪已经掉了出来,你姐姐还那么的年轻,你们是亲姐妹,你不能不帮她呀,如果我和你爸爸有符合你姐姐的肾脏,我们也不至于来找你的。 我看着报告,也看着生养了我的父母,我问道,陈建宇也做了肾脏配型吗? 陈建宇是我的哥哥,和我姐姐一样,是爸妈的心头宝,从小到大,姐姐有的哥哥有,哥哥有的姐姐也有,唯独我,什么都没有,爸妈沉默了,一双眼不敢看我,我拉着一下嘴角,心如止水,他们的态度其实就已经表明了没打算让陈建宇去捐肾。 这个家里的五口人,如果要牺牺牺,牺牺的一定是我,如果有谁能拿好处,那一定不是我,我拒绝了爸妈的请求,他们开始责骂我,骂我不懂事,骂我不懂感恩,骂我不顾姐妹之间的情意。 我走在前面,他们就跟在我后面骂,也不顾路人怎么看待,那模样,是一定要我点头同意,捐肾才会罢休的。 我不听不说,任凭他们闹堂,直至闹到家里,我打开了门,我们三个人同时看到了,脱光的陈娇宇和同样赤条条的宋思然正在天人合一,进行着大战。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过宋思然和陈娇宇的聊天记录,里面露骨程度,已经让我恶心干呕了许多天,如今看到他们的赤身肉搏,我以为我会尖叫,发疯,然后拉扯他们用来遮挡的被子,叫来左邻右舍过来围观一番。 但实际上,我表现得无比平静,甚至于还能拉扯出一个笑容对父母说,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让我捐肾给他吗? 父母面色窘迫,但也紧紧窘迫了一瞬间,他们很快镇定下来,让宋思然和陈娇宇将衣服穿好。 在我爸的组织下,五个人坐在了沙发上,他们四个坐在一起,与我坐在对立面。 我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觉得自己应该拿出手机,给他们拍上一张,全家福,这场婚姻,我是多余的那个,这个家庭,我也是多余的那个,打破静谧的,依旧是我爸。 他说,既然如此,你和宋思然就尽快离婚吧,没房子,没车子,也没孩子,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谁也没损失什么。 我妈犹豫了一下,还是大胆地说出了她内心的想法。 思然和你没有缘分,但总归还是我们陈家的女婿,日后见面,我们依旧是一家人。 这意思很明显了,他们已经接受了宋思然和陈娇宇。 对于这一个结果,我有所预料,在翻看宋思然和陈娇宇手机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他们五个人的家庭群。 家庭群里,有我爸,我妈,我姐,我哥,我老公,唯独没有我的存在,那个群,去年就建立了。 他们五个人,在群里会经常告知宋思然和陈娇宇有关于我的行程。 甚至于,好几次为了让宋思然和陈娇宇顺利约会,讨厌我的哥哥会叫我去逛街,不喜欢我的父母会叫我回去吃饭。 那半年时间里,我曾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亲人的关爱。 没想到,终究是一场水月静花,陈娇宇已然习惯了这种场面。 面对我沉默不语的时候,她拿出了惯用的娇柔,以及只有我才会觉得的造作。 安生,别怪爸妈,也别责怪思然,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的错。 我看着她,慢声道,嗯,是你的错。 那你要给我跪下认错吗?陈娇宇一时雨色,我妈这个时候,则是眼神叨向了我,怎么和你姐姐说话的。 道歉,我的铅笔被陈娇宇抢去的时候,我哭了闹了,最后我向陈娇宇道歉结束了这件事。 我的录取通知书给了陈娇宇的时候,我依旧哭了闹了,还是我向陈娇宇道歉作为事情收尾。 如今,我的老公被陈娇宇抢了,我不哭不闹有自知之明了,我的亲生母亲依旧是那一句。 道歉,我微微一笑,看向了我的母亲。 好,我道歉,我站起来,朝着陈娇宇九十度鞠躬,然后虔诚又认真地说,对不起,姐姐早知道你喜欢宋思然,我就不应该和宋思然结婚,我应该将宋思然送到你的床上去。 听到我这样说,父母以及姐姐的面色微微一暗,宋思然到底没想到我会这样?他连忙站起来,搀扶着我,他一脸愧疚地对我我,别这样,安生,是我们对不住你。 他脸上的愧疚,表情应该是真的,宋思然不是一个会装的人,他大概是真的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吧? 我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丁点对我的不舍,可他下一句话,则是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的恶意真的好大。 宋思然说,你姐姐尿毒症已经晚期,如果你不帮他,他就真的无路可走了。 安生,人有两颗肾,少一颗是不会死的,你的工资那么高,好好保养也可以恢复到正常人水平的。 他脸上的愧疑不胜丝毫,取而代之的,则是满满的算计。 可怜的算计,提及肾脏,陈娇雨整个人都虚弱了下去,见到陈娇雨不是的父母,则是和宋思然一起,对我施压。 我爸说,这是你姐姐,捐肾是你的责任。 我妈说,因为你姐姐,我才生下的你,你要懂得感恩。 宋思然说,娇雨是我最爱的人,我不能没有娇雨,看在我们曾经爱过的面上,帮帮我们。 我没有舍战群儒的本领,我也没有装柔弱半可怜的姿态,我更没有一颗包容着苍生拥有大爱的圣母心。 所以,我选择了逃离,我连藏在柜子里的存折都没药,空手逃离了那个地方,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拒绝去拯救陈娇雨,我拒绝像小时候一样,什么东西都要被迫让出去。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反抗的能力,我的生活我自己选择,我的身体我自己保护,我躲进了闺蜜摇摇的家里,摇摇刚和渣男分手。 正处于独居的状态,在他听到我的遭遇之后,一时间觉得自己被劈腿简直根本不是事,我只是遇到了一个渣男,感情你是遇到了一屋子渣子啊,渣爹,渣妈,渣哥,渣姐,渣老公,我的妈呀,你竟然还活着,他对我拥有十分强大的内心而点赞。 而我,强撑着一笑之后,嚎啕大哭,没事没事,世界这么大,你又那么会赚钱,不过是将那些渣子给踢掉了,你的未来只会更美好呀。 遥遥是个开朗的女孩,在她的安慰下,我很快就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向往,直至那天晚上,我哥找了上来,她是省篮球队的,身强体壮,力气无比大,她几乎是将我拖到了医院,将我摁在了手术台上。 而医生,则是在接受了我父母的红包之后,强行给我打了麻醉,麻醉一进入,我便没了任何反抗的机会。 在醒来的时候,我就只剩下了一颗肾,陈娇雨的病床就在我旁边,她看到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而我爸,我妈,我哥,我老公,则都围在她那边,为她庆生,庆祝她重获新生。 我苦笑看着这一切,竟是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我妈端着陈娇雨吃剩的水果给我说,事已至此,你也别抱怨了,多吃点水果,养身体吧。 我爸将陈娇雨切好的蛋糕递给我,说,身体养好了,就去民政局,先和私人的离婚证办下来,别耽误你姐姐和私人领证。 我哥陈娇雨,则是隔着老远,都会数落我一句,装什么装,不就是一颗肾,搞得快死了一样,只有宋思然,心里眼里都装着陈娇雨,看都不曾看过我一眼。 好在,姚姚来了,她带着我离开了这令人窒息的病房,也离开了这令人恶心的医院,但也是她带我去公立医院进行就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存款只剩下了三毛。 翻看消费记录后,我苦笑不得,摇摇,看我这样,杀人的心都有了,让你捐肾,还花你的钱。 说你那一家子是吸血鬼,都是抬举了他们,宋思然拿着我的银行卡,给陈娇雨做肾脏移植手术,我父母拿着我的银行卡,给医生塞红包,我哥拿着我的银行卡,给陈娇雨买补品。 他们,当真是很好,很好,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人才两空而太过气愤,还是因为那家医院医生水平太差。 另一颗完好的肾脏出现了感染迹象,自从发现我感染,摇摇和医生的沟通就开始避开我了。 没几天,我开始失睡,护士开始为我插上了氧气管,摇摇偶尔会在我面前哭泣,他说了很多话,可是我一句都听不清,直至,我飘在了半空中,我看到了医生为我盖上白布,摇摇趴在我的身上,泪流满面。 我意识到一件事,我死了,因为不规范的肾脏手术,而导致身体大面积感染,我死了,死得过于惨淡,也是这个时候,我爸,我妈,我哥,给我发的消息被摇摇看到了,摇摇是那样生气,甚至不顾我已经尸体的情况下,还骂我,你是不是有病啊? 怎么还能存着这几个人的电话,他们值得留在你的通讯录中吗?你这几十年到底怎么活下来的?你真该早些死,在你是一颗受精卵的时候,你就应该从你妈肚子里死掉。 摇摇还说了很多很多,多的我都觉得些许过躁,我叹了一口气,到底是看不得有人为我掉眼泪,所以身体飘去了别的地方,一股牵引力,将我拉到了父母家里。 爸妈正在沙发上看电视,两个人,一言不发的,脸上也没有丝毫女儿即将出嫁的快乐,我想,他们可能是舍不得陈娇雨出嫁才会这样的吧? 两久,我妈打破了静命,等娇雨结了婚,我想告诉她真相,我爸一愣,连忙道,有这个必要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妈咬了咬牙,说,当然,有这个必要,为了娇雨,你看给咱们亲生女儿逼成什么样了?少了一颗肾,没了自己的丈夫,说着,我妈开始哭了。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给娇雨,但你到底想没想过,安生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因为你的责任,你就牺牲安生的一切利益,你觉得公平吗? 我听到这里,愣了想,什么叫做?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陈娇雨难道不是吗?在父母的谈话之中,我才了解到了那个欺负我二十多年的姐姐,其实根本不是我的亲姐姐,那是我爸当兵时老班长的女儿,一次意外事故,老班长为了救我爸,死了。 我爸便承担起了照顾老班长遗孀的责任,只是老班长的老婆没几年就跟人跑了,就留下了一个陈娇雨,我爸没办法,就收养了陈娇雨,这一养,就是二十多年,因为亏欠,我爸对陈娇雨的放纵几乎到达了变态的地步,我妈姓子软,只能随了我爸的意思。 而我在这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一直被偏心对待了二十多年,甚至于觉得我才是父母收养的那个,曾经,我真的有这样怀疑过,所以我还拿了自己的头发和父母的头发做DNA鉴定。 我当时想,如果我不是亲生的,或许那一切我都能接受了,可偏偏,我看到的结果,我是他们亲生的。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内心的阴暗面就此开始滋生,我开始排挤所有的家庭成员,以至于陈娇雨每每想要作妖的时候,总是能够恰如其分地掐中我的要害,让我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得逞。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我已经死了,我的心也已经没了任何的波动,妈妈一直在哭,爸爸长虚短叹,抽了无数根烟,最终他说,等婚礼之后吧,娇雨开开心心嫁出去之后,就告诉他真相。 从此以后,咱们和他也划分清楚界限,至于安生,咱们的女儿,我在想办法补偿他,妈妈点了点头,末了又问上一句,那娇雨说想要咱们给这个房子卖了,让他和宋思然买个大房子的事,爸爸摇了摇头,我们也就这一套房子,卖了去住哪里呢? 何况这套房,我还想留给安生,他们想要留一套房子给我,这属实超过了我的意料,妈妈叹了一口气,安生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真的好担心他,我想去找他回来,爸爸应答道,去找找吧,找一下摇摇那个姑娘,他应该知道安生去哪里了的,妈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嗯,天一亮,我就去找他,等娇雨婚礼之后,一切就会变好的,老班长的命,安生替我还给了娇雨,此后几十年,我会用这条命去弥补安生,我发誓,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戳人心窝的话,若放在从前,我该会多么的欣喜啊,可偏偏现在不是从前了,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暖意, 父母依偎在一起,还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宋思然那个渣男,也不知道焦雨看上了他什么,索性咱们安生脱离了他,日后我一定要为安生找个更好的男人,还有剑雨,从来也不知道心疼一下自己的亲妹妹,下次他要是再敢对安生动手, 我就报警,让警察将他抓走,安生,安生,妈妈对不起你,我飘在半空中,看着他们些许苍老的背影,只感受到了丝丝的悲凉,等天亮,父母准备出门去找我, 陈娇雨和宋思然这个时候来了,两个人空手来,精气神格外的好,陈娇雨和宋思然亲热地喊着,爸爸,妈妈,我妈大概是有点不想装了,没回应,我爸则是强撑着疲累应了两声,陈娇雨很自然地去冰箱里拿水果和饮料, 宋思然也很随意地吃吃喝喝,期间,他们都没有在意我爸妈脸色上的变化,等吃好喝好,陈娇雨直接进入了话题,爸,妈,我之前给你们介绍的中介联系了吗,他们有没有说这个房子能卖上什么价钱,爸妈脸色一暗,我妈转身进了厨房,我爸则是一脸未难道,那个中介, 我没有联系,陈娇雨一惊,爸,怎么了,我不是说了我要和思然一起卖房子的吗,你不卖房,咱们又没有积蓄,你想让我和思然流落街头啊,我爸轻轻吸了一口气,我和你妈就一套房子,如果卖了,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陈娇雨却是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地方住,就去租房子呀,租房很便宜的, 比买房划算多了,现在好多你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都是世界各地游玩,走到哪里就在当地租个房子住上几个月的,我爸不知道怎么继续开口了,我妈在厨房里, 没忍住,道,我们不想搬走,也不想四处旅游,我和你爸只想住在这里,好好照顾安生,陈娇雨惊了,甚至觉得我爸妈吃错了药,但碍于父母强硬,陈娇雨也只好说,如果不想卖房子也可以,但是你们怎么也要给我一笔钱,能够让我和思然一起付个首付, 我爸敏纯,犹豫地问,你们首付要多少,陈娇雨回答,不多,三百万就够了,反正我不管,爸,这钱你必须给我出,说完,陈娇雨就喊了宋思然,一起出去了,临走出门的时候,宋思然还问陈娇雨,三百万,你爸拿得出来, 才怪,之前还说给你买房,我看就是轰轰你的而已,陈娇雨冷哼一声,我不管,就算他们去卖身卖心,也得给我三百万,不然我就自己给房本拿走,给房子卖了,让他们露宿街头,听到这个话的我爸和我妈,气得全身站立,但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他们从小捧着长大的别人家的孩子啊, 我妈气哭了,我爸一时间只能将我妈抱在怀里,安慰,他反复地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和安生,我见到此情此景,叹了一口气,转身跟上了陈娇雨和宋思然,也是这一根,我才发现了,陈娇雨和宋思然换了新车,一辆宝马X5,网上报价要四十多万,我一蹙眉, 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车,我正怀疑他们的车是不是租用来做婚礼用车时,宋思然一脚踩上了油门,接着就到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我的死不是意外,是宋思然和陈娇雨一起买通了医生, 让医生故意在手术过程中不做无菌处理,才导致了我的死亡,而我的死亡联系了一份天价宝单,他们只等我什么时候死讯能传出来,就可以去保险公司提钱,至于,我那颗被挖出来的肾,则是以一百万的价格早就贩卖了出去, 这就是宋思然和陈娇雨能够坐在宝马祖舞上的原因了,我一旁听着,一直心静如水,身子竟是发出了阵阵的红光,我的周身好似被一股黑气所笼罩了,陈娇雨和宋思然依旧看不到我的存在, 他们的对话还在继续,以至于让我知道了这些年来,我爸,我妈还有我的哥哥都承受了陈娇雨如何的蒙骗,陈娇雨早就知道自己不是我爸妈亲生的了, 他那跟了别的男人跑了的母亲曾经去过他学校找他,并且教他如何让我爸,我妈活在老班长去世的愧疚里,只有我爸妈越愧疚,他们便会对陈娇雨越好, 陈娇雨不相信自己亲生母亲说的话,于是他选择做了亲子鉴定,看到鉴定报告上的数据,陈娇雨才知道自己并非亲生的,也是那个时候开始, 我所有的一切,陈娇雨都要抢走,就连我的哥哥陈建宇,他都没有放过,他将自己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上,属于他的名字改成了我的名字, 然后拿给了陈建宇看,让陈建宇深刻认为我才是非亲生的那个,那一切都能说得通了,在我和陈娇雨都是妹妹的情况下, 这才是陈建宇为什么会那么护着陈娇雨的原因,我周身的戾气越来越重,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往下沉,因为明白了这其中的真相, 我觉得我好像要化身成为厉鬼了一般,就在我觉得自己可以一口吞掉陈娇雨的时候, 他挂在后视镜上的十字架骤然发出了一道光芒,瞬间将我击打到了车外, 我痛苦挣扎,看着那辆车越走越远,身体慢慢恢复了往常,我又觉得自己可笑, 原本,我这一生,过得那样不如意,或者,我该感谢一下陈娇雨和宋思燃的狠心, 使他们结束了我这可笑的一生,我虚无地飘荡在这个世界上,跟所有孤魂野鬼一样, 等待着灵魂使者的到来,将我带走,也不知道飘荡了多久,灵魂使者来了, 他向我表达了歉意,抱歉,来晚了,最近死的人太多了,咱们人手不够, 一时间忙不过来,我说没关系,来了就好, 他拿了一个放大镜一样的东西在我身上罩了一圈, 然后猝起了眉头,怎么没人给你办丧礼,我愣了下, 没人办丧礼怎么了,不能离开这里了吗? 他摇了摇头,倒不是不能走,就是会影响你投胎,不然这样吧, 介于你生前为人不错,就过猫猫狗狗的, 所以能够给一次入人梦境的机会,你就找个你信得过的, 让人家给你半个死亡证明,半个丧礼,算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告别, 他拿出了一张符,又说,选你爸还是你妈? 或者你哥哥,哦,你还有一个非亲生的姐姐,选谁? 我听着这些陌生称呼,道,摇摇吧,我闺蜜,她挑了挑眉头, 没说什么,只说好,夜晚,我成功进入了摇摇的梦境, 她看到我,先给我骂了一顿,接着,又抱着我痛哭流涕, 她说,老娘被劈腿一百次都不如你死了一次让老娘心疼, 你为什么要死在我面前啊?我他妈第一次见到死人, 呜呜呜呜,她一边责怪我,一边打骂我,丝毫不怕我其实是个鬼, 我哄了她好久,宽慰了好久,实在是不太容易跟她讲述了我的经历, 也告诉了她自己死亡的真正原因,思来想去, 在托她帮我办一张死亡证明后,我还是让她报了警, 我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放不下那一对年迈的父母, 但我对自己劝解到,还是别让他们死太快, 否则见面太早了,就尴尬了,她口头硬答,泪流满面, 第二天就将我的死亡证明办了下来, 同时也将这张证明记去了陈娇宇和宋思然的结婚现场, 一同被记取的,还有挂着我名字以及黑白照片的花圈, 那一排排的花圈,摆放在迎宾的位置, 摇摇放了一个大喇叭在酒店门口, 将我被陈娇宇和宋思然害死的事情大拨特拨, 我远远地看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至于说,我那一对不太能拎得清的父母, 我看着他们痛哭流涕,看着他们质问陈娇宇, 看着他们亲手将婚礼搞砸, 曾经,我无数次想过,要用自己的死报复他们, 可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却又有些不忍, 陈娇宇和宋思然因涉嫌谋杀而被抓走了, 那家医院也被查封, 原本是参加陈娇宇和宋思然婚礼的宾客们, 转而参加了父母为我主持的丧礼, 丧礼上,父母深刻地反省了这些年对我的所作所为, 对不起和抱歉的话,太多太多了, 但说再多,也无法弥补他们对我的伤害, 丧礼结束之后,灵魂使者陪着我继续跟着他们两个, 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带我走? 灵魂使者却说,这两个人马上也要死了, 干脆一起带走吧,我不解, 直至看到了灵魂使者所指妈妈包中的安眠药, 还有爸爸后背箱里放着的木炭, 他们想要自杀,灵魂使者说时, 不带钉点的表情, 可我,心脏却疼了,起来, 不是说鬼不会再疼了吗? 我的心脏,怎么会, 我看着他们将门窗封闭好, 我看着他们一同点燃了木炭, 我看着他们准备好了水, 在死前做起了最艰难的祷告, 他们想死后能够见到我, 想对我解释, 想让我允许他们能够继续爱我, 我是多么不想看到这一切, 我看向了灵魂使者, 我对他说, 你应该有办法挽救他们的, 对吧? 灵魂使者, 撅起了唇, 那死样就如同照例在电影中的表现, 那得看你咯, 陈建宇在体队宿舍里面, 哭得不能自已, 已经连续好多天, 没有去参加比赛了, 因为他心情太差, 女朋友都在闹分手, 一向会哄女孩的人, 此刻都没了心情去关心女朋友, 如何如何, 每日都恨不得跪对我的照片悔过, 但总归, 他是父母要坚强些的, 他没有想过去死, 我让瑶瑶将我的日记本交给陈建宇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担心这个虎头虎脑的哥哥, 能否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所幸, 他还是做到了, 在父母即将死亡的关头, 他出现了, 还递上了我记录了二十年的日记本, 我有两个日记本, 一本记录着此生因为陈娇雨, 受到过的委屈, 这一本早在我死前, 就已经被扔进火炉烧掉了, 另一本, 也就是陈建宇现在给到我父母的那一本, 记录的则是我所经历过的开心, 因为哥哥给的一颗棒棒糖, 因为妈妈的一句夸赞, 因为爸爸做到了带我去游乐场的事, 细碎的小事很多很多, 他们在能力范围内, 依旧给了我他们能够尽最大努力给到的东西, 你不恨他们了, 灵魂使者问我, 我说, 没了爱哪里来的恨呢, 死亡不过是逃避, 活着的人才是痛苦的, 我只盼着下辈子别再和他们扯上联系了, 我怀孕了, 孩子是徐子杨的, 我妹思琳把运检报告单放在桌子上, 近乎疯狂地得意, 小人得志, 四个字, 让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抓起报告单, 看着上面的结果, 脸色煞白, 手不停地发抖, 不要脸, 我抬手一巴掌, 打在思琳脸上, 徐子杨是我男朋友, 我万万没想到, 他会勾搭上徐子杨, 还怀了徐子杨的孩子, 后妈看到我打思琳, 冲过来骂我, 小贱人, 自己抓不住男人, 还有脸动手打人, 你跟徐子杨在一起三年, 他都不说娶你, 他根本不爱你, 徐子杨条件那么好, 家里有钱, 与其等别人抢走, 还不如让你妹跟他在一起, 我听着后妈的话, 三观震碎, 明明是思琳, 抢走我男朋友, 他还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 他勾搭我爸, 靠着怀孕上位, 如今, 他的女儿又勾搭我的男朋友, 靠着怀孕上位, 果然, 父见见一个, 母见见一窝, 他们真恶心, 我气不过, 拽过思琳的头发, 对着思琳又扇了几巴掌, 离开家, 我发消息和徐子杨分手, 徐子杨一直跟我狡辩, 我直接拉黑了徐子杨所有的联系方式, 他可以不爱我, 但他不能背叛我, 骑着我的小摩托, 漫无目地往前走, 人倒霉, 喝凉水都色牙, 小摩托骑到郊外, 坏在半路上, 手机又没电, 我连求救都找不到人, 我抬脚对着车子猛踹了几脚, 一时间, 所有的委屈压得我崩溃大哭, 哭得真难听, 一道男生哑着嗓子, 我看过去, 男人一张帅气的脸, 薄唇, 脱鞋短裤和大屁, 如此随意地打扮都掩不住他的帅气, 顾不上被男人嘲笑, 我上前拦住他, 小哥哥, 我小摩托坏了, 你能不能把手机借我打个电话求助, 不能, 小哥哥回得干脆, 还有, 我叫周宇, 他又说, 我很是郁闷, 瞪了周宇一眼, 大半夜地出现在郊外的绝对不是什么好男人, 我正想着, 周宇去车里拿了公鞋, 公鞋出来, 摆弄我的小摩托, 不过十分钟, 他收起工具, 人好看, 修车的样子也很帅, 修好了, 周宇说, 我连忙道谢, 谢谢你, 承认我刚刚的声音太大,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是我误会周宇了, 他是个好人, 虽然不借我手机, 但愿意帮我修车, 五百, 周宇说, 什么, 修车五百, 我气得心口发疼, 他怎么不去抢, 修个车, 十分钟不到, 他要我五百, 大半夜地出现在郊外的, 果真不是什么好男人, 大半夜都是这个, 我不想听, 我们分手了, 我看到徐子杨, 觉得反胃,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我和徐子杨在一起三年, 眼看着快要订婚, 他和我妹睡了, 还让我妹怀孕, 如今假模假样地求我原谅, 无非是他出轨的, 事情传出去会被亲戚朋友笑话, 斯林也装模作样地在我面前忏悔, 姐,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不该喜欢徐子杨, 你不要恨他, 徐子杨又安慰斯林, 恶心, 想吐, 我没有心情看两人演戏, 回了家, 斯林抢我男朋友的事情, 被我爸知道, 本以为我爸会教训斯林疑痛, 谁知道, 我爸和后妈的想法一致, 觉得徐子杨条件好, 他不爱我, 与其便宜别人, 还不如让他和斯林 在一起, 面对一家子不要脸的人, 我和家里彻底断绝关系, 我爸表示以后不会给我一分钱, 为了缓解用钱的压力, 我把房子找中介出租, 趁着下午有空, 去修理厂, 还周宇修车的钱, 免得他报警抓我, 周宇出来, 依旧是大替短裤, 拖鞋, 随意地打扮, 我把钱递给周宇, 周先生, 我来还你钱, 周宇扫了一眼, 把钱收走, 我没有多带, 准备离开修理厂, 中介给我发消息, 让我联系租我房子的人, 电话拨出去, 周宇的手机响了, 我吃惊地看着周宇, 周宇问, 房东, 房子我不租了, 我说, 大半夜出现在郊外, 绝对不是好男人, 还敲诈我, 我不能租给周宇, 周宇沉默了一会儿, 我付双倍房租, 我不租, 三倍, 签合同吧, 我迅速从包里摸出合同, 填写好, 拉着周宇在上面签字, 又按了手印, 一切就绪, 我满意地拿出手机, 调出收款码, 老规矩, 压一付三, 你扫我, 周宇拿出手机一脸被欺骗的模样, 付了钱, 我不管他后不后悔, 合同上说得很清楚, 他要是反悔, 得赔偿三倍, 违约金, 周宇付我三倍的房租, 除了够我还房贷, 还够我日常开销, 夜里, 我穿着吊带睡衣, 毫无形象地躺在沙发上刷具, 周宇开门进来, 我吊带挂在肩膀上, 露出一半肩膀, 一条腿翘在沙发上, 周宇站在那里, 静静地的着, 这场景, 简直了, 我慌忙, 拿出小毯子捂住自己, 你怎么不敲门, 周宇拿出合同, 意思很明白, 他付了钱, 在公共区域, 不需要敲门, 我收了人家三倍的房租, 不敢得罪金主, 半夜, 我肚子饿了, 煮面吃, 周宇从浴室出来, 裸着上半身, 头发半干, 慵懒得模样, 特别地勾人, 突然和陌生男人住一起, 他还不穿衣服, 看得我耳根子发红, 看够了吗? 我慌忙低头下头, 继续煮面, 周宇走过来, 让我帮他煮一份, 看在他付高价房租的分上, 我帮他煮了一份, 周宇换了衣服出来, 坐在我对面吃饭, 我觉得他还是不穿衣服的时候好看, 吃过饭, 周宇主动洗碗, 我递了一盒牛奶给周宇, 喝嘛, 周宇忽然握住我的手, 温度滚烫, 凑近我的耳边, 一瞬间, 我觉得心跳加快, 我听到他问, 思纯, 你当真一点不记得我了, 我不解地看着周宇, 努力回忆着, 我没见过周宇, 如果有周宇这么好看的男人, 我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挣脱周宇的手, 瞪了他一眼, 我以前没见过你, 别想占我便宜, 说完, 回了房间, 和周宇合租一个月, 他白天在修理厂工作, 夜晚才回来, 偶尔会找我蹭饭, 他都主动买菜, 吃完饭又主动收拾碗筷, 这一点算是合格的室友, 早上, 我去公司, 办公室的气氛很不对劲,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 思纯, 你知道那个客户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 你每本事签合同, 可以交给其他人, 这下好了, 客户去其他公司, 对我们损失有多大? 对不起, 经理, 是我的错,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把客户找回来, 找不回来, 你别干了,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 我猜得到, 是思琳干的, 他上次借我电脑, 趁机偷走客户的资料, 他抢我男朋友, 又撬走我客户, 那个单子, 我跟了三个月, 花了很大的心血, 眼看着马上要和对方签合同, 思琳把人抢走, 气不过, 我去思琳公司找他, 思琳, 你是不是撬走我的客户? 姐, 你说什么呢? 明明是客户主动找我, 觉得我们公司给的条件好, 愿意跟我们谈合同, 不是我撬走你客户, 思琳不要脸地说, 我笑了, 果然是他偷走客户资料, 把人撬走, 思琳, 把客户还给我, 我清冷地和思琳说, 思琳扫了我一眼, 还不了, 是客户要跟我合作? 可以, 你要是不还的话, 我会让你公司的人和客户知道, 你抢你姐的男朋友还怀了他的孩子, 三观下作, 看谁以后还敢跟你合作, 他不让我好过, 我不能让他好过, 那个客户, 我必须得要回去, 否则我会丢工作,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你, 思琳被我气得不轻, 要上手打我, 我不可能由着他打我, 躲开思琳伸过来的手, 我给了思琳一巴掌, 思琳立马坐在地上, 哭了起来, 我还来不及反应, 被人猛地推一把, 腰撞在桌子肩上, 很疼, 高跟鞋也脚崴了, 推我的人是徐子杨, 思琳看到徐子杨, 立马朝着徐子杨扑过去, 委屈地诉苦, 把我形容得十恶不赦, 动手打他, 故意找他麻烦, 还当众羞辱他, 徐子杨很激动, 思琳, 你怎么可以那么对他, 他是个孕妇, 我真是看错你, 徐子杨, 他不要脸, 抢我客户, 我咬牙, 客户是我介绍给思琳的, 我们已经分手, 我把客户介绍给思琳了, 徐子杨的意思, 我和他分手, 他把我手里的客户介绍给思琳, 那个客户是我跟踪的, 和徐子杨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是徐子杨认识而已, 他觉得是他带给我的利益, 他要收回去, 真是人渣, 我愤怒地看着徐子杨, 抄起桌子上的花瓶, 直接抱他的头, 徐子杨, 我祝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辈子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吃笑一声, 不顾思琳的尖叫, 徐子杨的哀嚎, 转身离开, 想到我瞎了眼, 和徐子杨在一起的三年, 没有爱, 只有恶心, 他不光睡了我妹妹让他怀孕, 还不要脸地帮我妹一起撬走我的客户, 我没有回公司, 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天, 把大客户弄丢, 我也不用干了, 公司一定会辞退我, 回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喝酒, 周宇回来, 看到我红着眼睛喝酒, 皱眉, 哭了, 我没理, 拿着酒猛灌了几口, 周宇大步走过来, 夺走我手里的酒, 我抬眼望着周宇, 一瞬间绷不住了, 周宇, 我真的是太倒霉, 我把司灵抢我男朋友的事情, 和周宇说了, 又说了司灵撬走我客户, 徐子杨因为司灵和我动手, 近一段, 种种的不幸都告诉了周宇, 我没有人可以诉说, 只有周宇, 太难过, 我搂着周宇的脖子开始哭, 周宇轻拍着我的后背安抚着我, 一直重复一句话, 他不值得, 他不值得你哭, 其实, 我不是因为徐子杨的背叛哭, 是因为丢工作, 我以后没钱花, 再找工作, 又得重头开始, 未必是我喜欢的, 我不哭了, 周宇拿过热毛巾, 给我擦了脸, 又拿了药酒, 捏着我的小腿, 帮我揉受伤的脚, 他的动作很温柔, 又有耐心, 我和徐子杨在一起的三年, 都不如周宇对我好, 找不回客户, 我向公司请假, 在家里等着被辞退, 一边开始在网上投简历, 不工作, 没有饭吃, 在做什么, 周宇把水果放在我手边, 找工作, 我说, 把客户弄丢了, 公司肯定会辞退我, 之前的工作, 喜欢吗? 周宇又问, 我用力递点了点头, 喜欢, 我很喜欢建筑设计, 那是我的梦想, 给城市设计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 周宇没说话, 去阳台抽了一会儿烟, 他抽烟的样子很帅, 侧着一张脸, 咬着烟, 发消息, 又痞又有味道, 难得是, 周宇今天没有去修理厂, 在家和我带一整天, 他做饭给我吃, 又带着我打游戏, 他游戏打得特别厉害, 很会带节奏, 一下午我们连胜, 我觉得他比职业都强, 好看的东西, 总能让人忘记不愉快的事情, 晚饭是周宇请我, 他带我去吃丝房菜, 是我喜欢的南方菜系, 松鼠桂鱼, 蟹粉狮子头, 蚊丝豆腐, 全都是我爱吃的, 一两样, 算是凑巧, 全部都是我喜欢的菜, 那就不正常, 我很意外, 周宇,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菜, 周宇看我一眼, 想说什么, 又沉默着给我夹菜, 他不说, 我不好再问, 吃完饭, 周宇开车送我回家, 到了门口, 他说, 你自己回去, 我出去办点事情, 我没多问, 是有而已, 我不能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夜里, 我正打算睡觉, 接到思琳的电话, 思琳在电话里, 哭着骂我, 思纯, 你太狠了, 是不是你让人打的徐子阳, 差点把人打死, 他好歹跟你在一起三年, 你怎么能那么绝情, 徐子阳被人打了, 我瞬间不困, 思琳一愣, 对呀, 打得很惨, 脸都差点废了, 该, 怎么不打死他, 我笑着挂断电话, 徐子阳挨打, 我比谁都高兴, 滚烫, 我感觉到心跳加快, 耳根子发烫, 手底着两人之间, 周, 周宇, 我满是紧张地看着周宇, 周宇嘴角带起一些笑意, 搅好一些吗? 好, 好多了, 我连忙说道, 刚刚他凑那么近, 我还以为他要亲我, 又紧张又害怕, 结果是我多想了, 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好丢脸, 周宇蹲下来, 看了看我的脚腕, 又起身去拿了药, 帮我擦药, 周宇, 谢谢你帮我教训那个渣男, 我开心地和周宇说, 周宇抬眼, 以后别哭了, 真丑, 我哪丑了, 我妈说我长得最漂亮, 我抬脚朝着周宇的胸口踹过去, 周宇一把抱住, 我们笑作一团, 周宇, 你是个好人, 我实话实话, 周宇沉着脸, 松开我, 小爷不是好人, 说完, 周宇起身离开, 我看着周宇的背影, 一脸的猛逼, 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夸他是好人, 他还不高兴, 不好惹, 周宇一早去修理场, 我继续请假在家, 白天去超市逛了一圈, 把家里补充了一些吃的, 又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回到家, 百无聊赖地打游戏, 一局接一局的书, 和周宇在的时候完全不同, 我很郁闷, 关掉游戏, 睡了一下午, 被电话吵醒, 是思琳, 他得意地和我说, 思纯, 你找人打徐子阳, 打他的人已经在警局, 等着坐牢吧, 思琳, 你之前做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 你让徐子阳别找他麻烦, 我猛然清醒, 电话那边, 思琳更得意, 你做梦, 先管好你自己, 到时候那个人把你供出来, 你一起进去, 思琳挂断电话, 我连忙起身换了衣服, 给周宇打电话, 没打通, 我又赶去警局, 他是因为我才打的徐子阳, 我得把周宇捞出来, 不惜一切代价, 去了警局, 我没见到周宇, 反而, 见到思琳得意急了, 哟, 急着赶过来了, 打人的时候很痛快吧, 等会警察叔叔把你一起抓紧去, 思琳, 那个客户我不要了, 你和徐子阳在一起, 我也不想计较, 你放过他, 我低声恳求着思琳, 周宇不能出事, 思琳讽刺地笑起来, 我们已经走司法程序, 不是我说了算, 打人他就得进去, 我看着思琳, 知道他谈不拢, 他那种不要脸勾搭姐夫的女人, 根本不会心软, 好, 思琳, 你记住了, 如果周宇出事, 你看好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笑着说, 思琳被我吓坏了, 捂着肚子, 满眼防备地看着我, 你,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你说没有孩子徐子阳还要不要你, 说完, 我不搭理思琳, 准备去给我亲妈打电话, 求他救周宇, 如果不是为了救周宇, 我不愿意给我亲妈打电话, 他一辈子高傲惯了, 直到我爸出轨, 一分钱没药, 直接离婚, 思琳, 我看过去, 周宇出来, 慌忙朝着周宇跑过去, 拉着周宇查看一番, 怎么样, 他们为难你了吗? 没有, 我很好, 周宇说, 思琳连忙冲过去, 咨询律师, 律师告诉思琳, 是徐子阳喝多了, 调戏别人妹妹才被打, 证人证明周宇属于见义勇为, 劝徐子阳和解, 要不然都得进去, 还埋怨思琳他们不说实话, 我看着思琳脸色, 油青到紫, 真是太解气, 思纯, 我不会放过你, 思琳向我撂狠话, 我笑了, 目光依旧盯着他的肚子, 他被我盯得害怕, 慌忙离开, 周宇回修理场, 我闲着没事跟他一起去, 一个人在家太无聊, 我更怕徐子阳来修理场, 报复周宇, 他要是赶来, 我不会放过他, 修理场, 周宇在改装车子, 我坐在一旁的栏杆上, 看着他忙活, 他很厉害, 客户看完他改装的车子, 赞不绝口, 一口一个, 宇哥牛批, 人一走完, 周宇忽然大步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 离得很近, 我看着周宇, 莫名紧张, 你打算在我这儿待一天, 周宇热气吐在我的脸上, 我红了红耳根子, 我在家一个人太无聊, 我在这儿看着你工作, 你放心, 我不会影响你, 他赶我走, 我心里不太舒服, 周宇伸手捏着我的下巴, 逼着我直视他, 撒谎, 不好, 什么, 我一愣, 那么关心我呀, 怕许子杨报复我, 才一直待在这里, 他很肯定, 我惊讶地看着周宇, 他太过于聪明, 我不说他也能猜透我的想法, 我紧张地不知道怎么和周宇解释, 他是因为我得罪许子杨, 我不能让他被许子杨欺负, 周宇莫地笑起来, 又痞又邪, 放心吧, 那孙子不敢来报复我, 还有人担心我们宇哥被报复, 嘖嘖宇哥, 小姐姐对你是真爱啊, 店里的员工调侃, 周宇笑骂了一句, 滚, 他们哄笑着离开, 我耳根子更红了, 确实是我多心, 周宇那么厉害, 能打得徐子杨住院, 他成了见义勇为的那个, 我担心徐子杨报复周宇, 简直是多余, 我回去了, 我小声说, 周宇猛地掐住我的腰, 把我放在架子上, 他猛然凑过来, 我的心跳漏了半拍, 紧张地看着周宇, 耳根子微红, 脸红了, 周宇说, 声音很低, 带着雌性, 我没有, 我连忙否认, 却没有任何的底气, 反倒是惹得周宇笑话我, 我一脸窘迫, 我要回去了, 乖一点, 在这儿等我, 一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周宇像哄孩子, 一样哄着我, 因为周宇的话, 周宇把一条钻石手链 放在我面前, 思纯, 生日快乐, 我看着面前的钻石手链, 一时间五味杂陈, 心里又甜又难受, 今天是我生日, 我爸不记得, 我亲妈也不记得, 周宇记得, 还特意来帮我过生日, 哟, 快哭了, 这么感动, 以身相许啊, 周宇啼笑着说, 我调整呼吸, 周宇,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 因为从来没有忘记过, 周宇忽然认真起来, 我微微一愣, 什么, 周宇没再说话, 我帮我包谢, 夜晚, 周宇又带着我去山顶放孔明灯, 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烟花, 那是许子阳从来没有给过我的浪漫, 我和周宇说, 周宇许个愿吧, 周宇点头, 朝着天空喊, 一愿思纯千岁, 二愿思纯常见, 还有呢, 三愿, 我一时冲动, 对着周宇问, 周宇收了笑意, 没有了, 三愿如同梁上宴, 岁岁常相见, 春日宴里的句子, 周宇说了一半, 他没有剩下的意思, 我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像个笑话, 这个生日过得幸福又难过, 确实难过, 短短两个月的相处, 我发现我喜欢上周宇, 他的温柔浪漫和耐心, 以及他不顾一切维护我的心, 我休了两个月的年假, 打算去公司辞职的时候, 经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工作, 在经理办公室, 他亲自给我倒茶, 关切地问我, 司祖常休息好了, 休息好了, 要开始认真工作呀, 经理, 我打算辞职, 弄丢大客户, 什么话, 说的是什么话, 你那么优秀, 辞职是我公司的大损失, 我不干了都不能让你辞职, 经理安抚我半天, 哄着我,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 我还和做梦一样不真实, 我没有丢工作, 反而升职, 成总设计, 公司来了个大客户, 点名, 要我设计, 我重新做回我喜欢的工作, 特别开心, 工作闲下来, 我给周宇打电话, 周宇, 我没有被辞退, 还升职了, 有个大客户点名要我的设计, 那是好事啊, 说明我们家思纯厉害, 周宇笑道, 他说我们家思纯, 让我很高兴, 周宇, 我今天请你吃饭吧, 庆祝一下, 我要离开这里了, 周宇说, 我一时间愣住, 忘记呼吸, 周宇要走了, 他的话, 让我难以接受, 什么时候走, 我压住发抖的声音, 四点的飞机, 我在机场, 周宇说, 我心口如针扎一样疼, 他要离开这里, 都没有告诉过我, 我很想问周宇去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话到了嘴边, 我问不出口, 他不过是高价租我的房子, 和我是房东租客的关系, 虽然, 我直接把人打了, 以前好歹看他是长辈, 没动手, 今天周宇走了, 我心情不好, 谁找我麻烦我教训谁, 后妈的脸被我抓花了, 头发也拽了好几把下来, 我杀疯了, 扬言要把思琳肚子里的孩子搞没, 后妈吓坏了, 带着思琳落荒而逃, 我关上门,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觉得更难受, 周宇不在, 他在的话, 不会让母女两个人欺负我, 死咬着牙, 没让自己哭出来, 周宇不喜欢我哭, 我不能哭, 习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比如习惯周宇的存在, 周宇好似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一样, 我没有任何的消息, 半个月里, 他没有联系过, 我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 时不时看着我们一起买的厨具和杯子, 到处都是周宇、 气息, 唯独没有周宇, 我心里空落落的, 徐子杨背叛我的时候, 我都没有像这样难过, 想周宇, 那种想念充斥着我全身, 让我觉得难受, 不管周宇对我什么态度, 喜欢不喜欢我, 我都打算争取一下, 我给周宇打电话, 喂, 那边传来周宇的声音, 嗓子有些哑, 周宇, 是我, 我知道, 我们家思纯, 他笑着说, 那一刻, 我红了眼睛, 激动得快哭了, 周宇, 你在哪儿啊, 什么时候回来, 我看到你的东西都没有拿走, 房租快到期了, 你还租吗, 我紧张地问他, 指甲抠进肉里, 压住发抖的声音, 周宇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大理, 暂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 房子我不租了, 东西的话我抽空让人去收, 东西放这儿吧, 等你回来收, 我和周宇说, 他说, 好, 他挂了电话, 周宇不租我的房子, 他一旦拿走东西, 我们算是彻底断了联系,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什么, 和我妈的性格一样, 我向来孤傲, 觉得属于我的东西, 不争取也会是我的, 这一次, 我想去争取周宇, 用了三天的时间, 把客户的项目改出来, 一次通过, 处理完工作, 我请假了, 我去周宇的修理厂 打听到周宇的去处, 店里的人说他在大理, 他奶奶在那边开了个客栈, 周宇小时候和奶奶生活的比较多, 这次周宇回去是因为奶奶生病, 知道周宇的消息, 我买好吃的合用的, 开车去大理, 到周宇的客栈, 是晚上十点多, 一家很有特色的客栈, 我把车子停在门口, 给周宇打电话, 周宇, 我在,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周宇的声音有些紧张, 大概因为我太晚打电话, 你出来一下, 我说, 周宇几乎没有多问一句, 大步走了出来, 依旧是他那件大替短裤随意的装扮, 又脾又帅, 远远地看着周宇, 我眼眶发色, 是开心也是难受, 周宇站在那儿, 没有动, 周宇, 我按下车窗, 朝着周宇喊了一声, 周宇几乎没有多想, 冲了过来, 拉开车门, 他静静地看着我, 我们相互对视, 片刻, 周宇把手塞到我嘴边, 咬我一下, 我怕我在做梦, 我拉过周宇的手, 用力地咬了一口, 周宇倒抽一口凉气, 一把将我从车里捞出来, 带着我回了客栈, 我由着他抱我, 实在是走不动, 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腿都在抖, 周宇带着我回客栈, 有不少的人在喝酒, 吃烧烤, 他们见周宇抱着我, 朝着周宇起哄, 宇哥, 那是谁呀, 小嫂子吗, 我红着脸, 把头埋进周宇的怀里, 脸皮, 再后, 被人起哄我还是有些, 不好意思, 周宇笑着, 骂他们, 不吃都滚蛋, 我以为周宇会把我送到客房休息, 他把我带回他自己的房间, 属于他固有香味, 混着淡淡的烟味, 我一闻, 便知道, 放下我的那一刻, 周宇把我压在门上, 思纯, 谁让你来找我的, 你知道找我代表什么意思吗, 周宇捏着我的下巴, 有些激动,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知道, 好姑娘, 周宇哑着嗓子, 周宇低头亲我, 我主动勾上周宇的脖子, 热情地回应周宇, 这些日子的想念, 全都掺杂在这个文理, 周宇霸道又认真, 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疯狂地掠夺我的呼吸, 他又抱着我, 把我压在床上, 我和周宇坐了, 他没有人, 我没有拒绝, 他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醒来的时候, 周宇不在房间, 床边是周宇给我准备的衣服, 白足服饰, 我换好衣服下楼, 有一个年纪大的奶奶在楼下, 看起来精神不错, 见到我下了, 奶奶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 奶奶一脸慈祥地看着我, 关丫头, 吃早饭, 与子去办点事情, 很快回来, 谢谢奶奶, 我笑着说, 她应该是周宇奶奶, 我很喜欢她, 她一直看着我吃饭, 左看右看, 忍不住问我, 什么时候和与子结婚,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奶奶的话, 我和周宇昨天确定关系, 奶奶问我结婚的事情太过于惊吓, 周宇刚好回来, 和奶奶说不要把我吓跑了, 吓跑了, 让她陪一个媳妇, 奶奶笑着骂了周宇几句, 让周宇对我好一点, 媳妇太漂亮, 惦记得人多, 奶奶一走, 周宇立马搂住我的腰, 你穿白族的衣服真好看, 周宇宠溺地说, 她低头亲我, 我没有拒绝, 我很喜欢她亲我, 甜甜的, 像好吃的糖, 周宇带着我去逛了大理古城, 吃了烤乳扇, 又甜又香, 带着玫瑰花的味道, 我穿着白族服饰, 看我的人很多, 有人要跟我合影, 周宇沉着脸拒绝, 带我回家, 吃过饭, 我们坐在天台上看星星, 这里的夜空很亮, 满天星辰的浪漫, 周宇对我说, 明天我带你去雪上玩, 不穿民族衣服, 穿运动服, 我笑着, 周宇, 你太小气了, 别人说我好看, 想合个影而已, 哪有那么严重, 她说, 思纯, 你根本不懂, 我五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思纯, 你真的一点不记得我了吗, 是周宇第二次问我, 记不记得她, 我没有任何的印象, 摇了摇头, 周宇掐着我的脸, 骂我小眉良心的, 我不解地看着周宇, 原来是我大三和朋友来大理旅游, 周宇替朋友送话, 被那姑娘误会周宇, 喜欢她, 那个时候, 周宇有些胖, 那姑娘嫌弃周宇, 对周宇谩骂, 说周宇癞蛤蟆想吃天鹅头, 让周宇拿镜子照照自己, 我看不过去, 上前把花砸在那姑娘身上, 你不喜欢人家可以拒绝, 羞辱人算什么, 人长得挺漂亮, 心太丑陋, 你谁呀, 那姑娘气不过, 我拉着周宇, 帮周宇装逼, 我是她的追求者, 你不喜欢她, 我喜欢啊, 我带着周宇离开, 和周宇说, 没必要听她那么骂你, 那种人不值得你喜欢, 我还告诉周宇, 胖子是潜力骨, 一旦瘦下来, 绝对帅气, 好看, 周宇忽然认真地问我, 那我瘦下来, 你能跟我好吗, 能跟你好啊, 我当她开玩笑, 后来, 我从大理离开, 没有再和周宇联系, 此刻, 我听着周宇说的一切, 特别地震惊, 没有任何的印象, 我当时只当她是开玩笑, 周宇说, 她后来减肥健身, 用了两年的时间, 把自己变得更好, 她去找我, 我已经和徐子杨在一起了, 之后, 她一直在我的城市, 时不时, 会去偷偷看看我, 直到那天我哭, 她一直开着车, 跟在我身后, 你一句随口地玩笑话, 乱我一整个青春岁月啊, 周宇感慨, 我拉着周宇, 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呀, 那个时候, 你要来找我, 我不会跟徐子杨在一起, 周宇那么好, 我们错过了五年的时间, 太浪费, 我主动搂上周宇的脖子, 亲着周宇, 愿以后的日子, 不再和周宇错过, 我和周宇在大理待了半个月, 她每天陪着我, 带我出去玩, 奶奶的病好了, 我要回去上班, 奶奶赶周宇和我一起走, 免得好好的媳妇被人抢走, 回了家, 周宇做家务打扫卫生, 让我去休息, 后妈告诉我, 思琳和徐子杨要订婚, 让我去, 我知道, 他们故意在我面前炫耀, 他尚未成功, 他女儿尚未成功, 得意坏了, 订婚那天我去了, 带着周宇一起去的, 思琳和徐子杨见到我和周宇一起, 嘲讽我, 思纯, 你哪怕被我抛弃, 不至于堕落到找一个修理工当男朋友, 你脑子坏了吧, 修理工也比你这个人扎强, 你就是个垃圾, 睡自己的小姨子, 还有脸订婚, 我冷笑着, 徐子杨气得直发抖, 不嘲讽我, 开始嘲讽周宇, 看中思家的钱吧, 他们家的钱不会给思纯, 你如意算盘打错了, 徐子杨正得意, 徐子杨的爸爸大步走过来, 周少爷, 您怎么来了, 您来也不说一声, 我去接您, 徐子杨的爸爸点头哈腰, 一脸的刻起, 把谄媚两个字刻在脸上, 在场的人, 全都吃惊地看着周宇, 我一样惊讶, 直到徐子杨的爸爸说出周宇的身份, 周氏集团董事长唯一的儿子, 一时间, 很多人围过来主动和周宇打招呼, 希望能拿到和周宇的合作, 连徐子杨的态度都180度地转弯, 和周宇道歉, 就差给周宇跪下喊爹, 周宇扫了一眼徐子杨, 对着徐子杨的爸爸说, 你儿子人品太差, 你当爹的连儿子都管不好,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周少爷别生气, 我一定好好教育, 徐子杨的爸爸说, 周宇带着我离开, 回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居然是我总公司老板唯一的儿子, 我知道周宇开那么大的修理厂, 大概不穷, 却没想到他那么有钱, 我的工作, 是你安排的, 我问周宇, 周宇点头, 啼笑着说, 他们敢辞退少奶奶, 不想混了, 思纯的工作, 也是你搞黄的, 我又问, 周宇说是, 他欺负我, 他不能好过, 我抱着周宇, 他真好, 总是默默为我做着所有的事情, 周宇带着我回去见了他爸妈, 我本以为他们那种家庭, 不是特别好相处, 很意外, 周宇的爸妈对我特别好, 周宇妈妈把祖传的手镯给我, 周宇说那是对儿媳妇儿的肯定, 周爸爸问了我一些工作的事情, 让我努努力, 明年调我去总部, 吃过饭, 我看到周爸爸在下棋, 陪着他一起下, 因为长辈, 我让他一些, 他觉得很有面子, 让周宇好好对我, 从周宇家里离开, 周宇捏着我的脸, 我媳妇厉害呀, 把我爸妈都征服, 他们对儿媳妇儿一向很挑剔的, 是因为奶奶的缘故吧, 我抱着周宇的胳膊说, 奶奶认可我, 周家其他人就认可我, 周妈妈时不时给我煲汤让人送过来, 也经常让周宇带我去吃饭, 我每次去, 周爸爸都在家, 周宇说他喜欢和我下棋, 还说我在周家的位置, 快要赶上他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 他们对我好是因为周宇的缘故, 结婚提上日程, 我爸那边已经断绝关系, 他的意见不重要, 我给我妈打电话, 她去旅游了, 她告诉我, 我开心就好, 跟谁结婚她都祝福我, 会给我准备一些嫁妆, 我舅舅骂我妈不负责任, 不是个东西, 我倒是没觉得什么, 作为母亲, 她确实不负责任, 作为热爱生活的人, 她搞艺术, 永远活得随心所欲, 我爸知道我成了周家的儿媳妇儿, 来找我, 让我帮她拉投资, 你不一样了, 我看得出来, 周宇很喜欢你, 周家很看重你, 你帮帮爸爸的公司, 我爸求我, 我孝道, 可以啊, 你和后妈离婚, 把思琳赶出去, 我帮你, 思纯, 你不要太过分, 我爸气不过, 指着我妈, 说他把我养大我没有良心, 说我忘恩负义, 我把他赶出去, 让他不要出现在我的婚礼, 嘱咐周宇不要给我面子, 帮我爸, 他不配, 周宇抱着我, 我以后不会那样, 周宇说, 他以后会当一个合格的父亲, 教育我们的孩子, 他说, 以后我还有他, 思琳和徐子阳分手了, 徐家知道思琳上位的方式, 不让徐家认那个媳妇, 觉得丢脸, 周爸爸那边也取消和徐家的生意, 觉得他们家人品不行, 生意信誉肯定差, 徐子阳来求我几回, 周宇不知道做了什么, 徐子阳被徐家送走, 他总是把我保护得很好, 婚礼办得很大, 周家足够器重我, 因为周宇在乎我, 我没让我爸他们来, 娘家来的是几个舅舅, 给足我敞面, 结婚没两个月, 我怀孕了, 本想着工作到产假, 周爸爸直接让周宇停我工作, 周宇带着我去大理养胎, 奶奶每天给我熬汤, 周宇陪着我四处转, 周爸爸和周妈妈时不时会来看我们, 我生了个女儿, 小名叫, 小年糕, 我怀孕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年糕, 他和我长得很像, 周宇爱极了那个孩子, 周家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他, 周爸爸开会的时候, 他跑到周爸爸的办公室发混, 老人家惯着, 一句重话没有, 周宇每天给他洗澡, 和他讲睡前故事, 所有的幼儿早教都是周宇去做的, 一次不辣, 别人都笑话周宇是女儿奴, 周宇说他们嫉妒, 看到周宇围着孩子转, 我有些吃味, 周宇,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只爱小年糕, 我不让周宇上床, 周宇坐在地毯上笑, 没良心啊, 我都爱成什么样还不爱, 把命给你好了, 我三十岁生日, 也是我和霍绍婷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我订了一家高级餐厅的烛光晚餐, 临了他却告诉我公司项目繁忙, 换了一个他公司附近的快捷餐厅吃饭,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我的闺蜜沈韵, 私私不介意我来蹭顿饭吧, 沈韵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 衬托得身材玲珑有致, 面带微笑露出标准的八颗牙, 标志又亲切, 近两年, 霍少廷跟随创业大潮留开公司, 沈韵财务专业出身, 和他一起搭档创业, 这两年, 我和霍少廷大大小小的各种纪念日, 节日的约会中, 经常会能看到沈韵的身影, 介意吗, 当然是有点介意, 但一个是我的老公, 一个是我的闺蜜, 我无从说出口, 他俩坐下开始, 就一直在聊项目的进展, 及融资事宜, 活生生衬托得我像个外人, 我受不了这样的冷落, 起身想去卫生间, 刚刚站起, 门口急速冲进来一个轿车, 我紧拽霍少廷的衣服想将它拉远一些, 谁知它却动作敏捷, 跳到对面将沈韵紧紧抱着, 护在怀中, 不设房下, 我被带着朝前扑去, 被他带到的桌子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我的肚子上, 轿车斜冲进来, 对上了侧面的墙地, 停了下来, 远离轿车的我, 这一桌却成了最兵荒马乱狼狈的风景, 见我摔倒, 霍少廷松开了紧抱沈韵的双手, 前来扶我, 慌乱的眼神无处安放, 思思你没事吧, 我只是看沈韵离门口比较近, 他背对着看不到, 更危险肚子一抽一抽顿顿地疼着, 哎呀, 这好疼, 沈韵惊呼出声, 揉着胳膊肘的淤青, 霍少廷连忙松开了我, 上前关怀着, 怎么样要不要紧, 要不去医院拍个片看看, 别伤着了骨头, 思思我借你的少廷用一用, 你不会生气吧, 也不带我说话, 或少廷以宽慰道, 思思不会计较这些, 她比我还心疼你呢, 她低着头专心查看沈韵的淤青, 头也未回, 思思你自己先回家吧, 沈韵她胳膊被撞伤了, 我带她去医院看看, 最近公司项目正到了关键时期, 这个时候可不能有何闪失, 我拉住她的衣服, 少廷我肚子有点疼, 要不我也一起去医院看看, 她不耐烦地挣脱我的手, 思思听话, 先回家休息, 我区区就回来陪你, 她搂着沈韵匆匆而去, 肚子越来越疼, 冷汗出了一身, 腿间热流涌出, 红得刺眼, 我颤抖着拨通了霍少廷的电话, 奈何刚响两声, 就被挂掉了, 来人救命, 我嘶哑的声音, 到底还是惊动了前来勘察现场的交警, 一名年轻的交警抱起我匆匆朝外, 跑去, 患者腹腔出血, 孩子不保, 急需手术, 家属呢, 家属赶紧来签字, 年轻的交警焦急地问询她, 是否可以带签, 得知不行, 她抱歉地望着我, 女士方便给我一下你家属电话吗, 我通知你家属过来, 我摇了摇头, 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签了我的手术同意书, 冰冷的手术台, 满目白色, 像是祭奠我肚子里, 刚刚逝去的那个小生命, 或许还有那已经失去温度, 变了质的感情, 再次醒来, 已是凌晨, 医院中静悄悄的, 只有我是清醒的, 疼痛地我拿出手机, 看到霍少婷, 发了一个微信思思, 项目出了问题, 今晚需要通宵调试, 你先休息, 别等我了, 朋友圈中, 沈运在同一时间发了动态, 受伤的时候, 有人陪伴关怀, 真是莫大的幸福, 佩图的一角, 我认出了霍少婷的半截手臂, 因为手臂位置上那颗质, 我在同样位置也有一颗, 当时还开玩笑说, 这是上天的标记, 我们注定天生一对, 关上手机, 我盯着楼道里投射进来的朦胧的光, 默默地发着呆, 我和霍少婷是大学同学, 一见钟情, 别人眼中的完美情侣, 研究生毕业后领证结婚, 他总对我说, 思思, 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能娶到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沈运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 他原生家庭挺苦, 是我坚持把他的名字, 加进我爸资助的名单, 从小到大, 一路资助他读完大学, 他说过这辈子, 我和我家人就是他的家人, 他一定感恩戴德, 如今我孤苦伶仃, 霍少婷却另赔沈运, 所谓幸福和报恩, 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也不是毫无端倪, 只是我从未往这个方面想, 大学那会, 我刚和霍少婷确定 情侣关系, 沈运第一次见他, 就满眼惊艳和羡慕道啊, 思思你男朋友也太帅了吧, 你在哪挖掘出这么一个宝贝, 那时的霍少婷高冷不爱说话, 我一脸甜蜜, 是他看上的我, 哦他看上你哪点了, 快说说让我去取经, 沈运打趣着, 不经意间透露出对我的蔑视, 是啊, 看上我哪点了, 沈运个子高挑, 身材出众, 虽然从小受我家资助, 但他的成绩一直非常好, 所以在他眼, 离我可能就是烂泥浮不上墙, 空有家世的草包, 后来我和霍少婷约会, 沈运都以自己一人无聊为借口, 凑上来一起吃饭, 看电影, 研究生毕业晚会上, 沈运如同花蝴蝶, 穿梭在众人之间, 公愁交错间喝了不少酒, 明明暗暗地灯光下, 霍少婷一脸复杂, 盯着场中的焦点, 思思你去劝劝沈运, 让他少喝点, 一会喝醉了还得我们送回去, 麻烦如今回想, 那复杂的神情, 似乎含着心疼, 毕业后沈运说要出国深造, 一去三年, 再回来就和霍少婷一起创业, 细密地疼痛绞着我的心, 如若我死了, 他俩是不是还要拍手称快呢? 只是可惜了我的孩子, 那个我辛苦很久才怀上的孩子, 结婚三年, 我查出多囊症状, 为了能有个属于我和霍少婷的孩子, 我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定期去医院治疗, 从小怕苦的我, 吞咽着大把大把的药, 如同家常便饭, 压嘴加以成了我的噩梦, 辛苦治疗两年, 好不容易终于怀上了。 我本想作为一个惊喜, 在结婚纪念日告诉他, 谁知惊喜便惊吓, 我和孩子的缘分如此浅, 来不及见面, 他就匆匆离去,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淡, 天渐渐变亮了, 护士开始查房, 进行一天的例行检查, 从昨天中午就没进餐的我, 胃力隐隐抽痛, 护士看着我惨白的脸, 好心提醒到可以叫家属来送饭, 探视了。 我摇摇头, 忍着疼痛做起来, 想自己去买饭, 护士见我如此, 一边扶我躺下, 一边嘀咕, 这种放任自己老婆不管的男人, 不要也罢, 这世上有望恩负义之辈也, 有鼓道热肠的好心人,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或少停除了每晚发我一个加班, 回不去的微信, 再未给我打过电话, 或者有其他多余的关怀, 沈韵的朋友圈倒是更新很频繁, 今天支撑我早起的是这份爱心早餐, 配图中, 镜子反射的是霍少婷在厨房的身影, 结婚五年, 霍少婷从未进过厨房, 有一次我生病起不来床响喝粥, 他却端了一盒方便面给我, 理由是不会做饭, 对此我还沾沾自喜, 每次吵架都说当初我生病, 使他贴心照顾我, 曾经沧海难未水, 一直都是你, 现在也是你, 有你在身边,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沈韵脸贴着一个男人的后背, 一脸幸福, 一直都是你, 那是从何开始的, 我一条条翻看着沈韵的朋友圈, 检视着他图片的每一个角度, 试图找出各种蛛丝马迹, 融资合作已谈好, 和你一起并肩奋斗, 意义非凡, 愿我们来日方长, PS感谢老板的礼物, 太贴心了, 佩图是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那个包包我想要很久了, 但霍少婷总跟我讲财不外露, 又说我天天在家, 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包包, 难道仅仅只是对并肩作战占有的感激吗, 这三天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凉, 如今在看沈韵的各种秀恩爱, 内心居然毫无波澜, 或许在我心中, 霍少婷已经随着那个失去的孩子, 一同走了, 第四天我收拾东西准备出院, 霍少婷来电话了, 思思你去哪了, 怎么不在家, 霍少婷冷淡开口, 既无关切问候, 也无抱歉内疚, 理所应当, 觉得我就应该随叫随到随, 时等在他能找到的地方, 我有时在外面, 曾经相亲相爱的两个人, 如今话都懒得敷衍, 情绪又开始低落, 还是会受他的影响啊, 我那身定坐的西服放哪了, 我着急穿, 我刚说出放置的地方, 霍少婷就着急挂断了电话, 电话的尾音, 我似乎听到沈运说找到了的声音, 我拎着行李打开门, 开阔大平层的客厅, 落日余晖透过大大的落地窗罩进来, 沈运一身礼服, 正在霍少婷身前系着领带, 沈运紧贴着霍少婷, 高挑的身材正好搭霍少婷188的个子, 他唇角含笑, 眉眼低垂, 沈运眼角含情, 深情回望, 两人说不出的温柔浅全, 可惜被我破坏了, 东纳是行李落地的声音, 也是我无声的愤怒, 我没想到他们如此明目张胆, 暧昧的气氛被打破, 霍少婷回头看我, 满脸不耐, 思思你去哪了, 晚上有个商界名流的晚宴, 我好不容易求到入场请柬, 结果你这乱收拾, 害我找半天, 幸亏沈运在, 帮忙找到了乱收拾, 或少婷生活不拘小节, 东西常常随便乱扔, 和他结婚后, 他的日常都是由我照顾, 当初他还说我是他得多了, 爱梦他想要的, 我都能很快找出来,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 门口站立片刻的, 我已经有点虚弱, 我无视霍少婷的责备, 静止走到沙发处坐下, 思思你什么态度, 我跟你说话呢, 见我未搭理, 霍少婷有点气急败坏, 好了,别生气了, 思思姐估计是在外面玩累了, 你就别打扰她, 让她好好休息, 沈运拉着霍少婷的手臂, 亲密地说道, 多日的伤心绝, 忘愤怒涌上心头, 一气之下, 我将手中的水杯狠狠砸在地上, 我还没死呢, 你俩就在我面前轻轻我我, 思思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只是想帮你分担, 沈运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 我的歇斯底里衬托的, 她是那么无辜, 霍少婷半搂着沈运, 愤怒地用手指着我, 思思你怎么说话的, 你出去玩还不允许沈运来帮我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沈运我们走, 她拿起西服, 牵着沈运就要朝外走, 沈运邪逆了一眼, 得意又放肆, 等等我喊住了将要出门的两个人, 沈运, 你身上这件礼服好像不是你的吧, 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啊, 沈运身上那件礼服, 是我妈当年定制的礼服, 全球独一无二, 我妈生前也是标志行美人, 肤白个高, 当年, 她和我爸要出席一个国际商务晚宴, 因时间仓促, 托我先去区礼服到会场, 他们计划下了飞机, 直接过去, 谁知那趟航班失踪, 我的爸爸和妈妈也失踪了, 这个礼服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 思思, 今日晚宴对我们公司特别重要, 沈运一时找不着合适的礼服, 借穿一碗而已, 至于如此刻薄吗, 霍少婷脸色阴沉, 这是她暴怒的前奏, 思思我就穿一碗, 过了今晚我就完毕归照好不好, 这也是为了少婷, 沈运装腔作势, 不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脱掉, 你不配穿它, 我冲到沈运前面, 执意要让她拖下来, 霍少婷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思思你怎么如此野蛮, 少婷快要来不及了, 我们赶紧走吧, 沈运挽着她的胳膊朝门口走去, 我摸起桌上的手机, 快速拨通了报警电话, 到位我是乐雅小区, 我房子发生抢劫盗窃, 价值二百万美金, 不是要参加名流晚宴吗, 如果在晚宴被带走, 不知你们能不能丢弃这个人, 还不带我说完话, 已行至门口的霍少婷大步走回来, 夺了我的手机, 挂上了电话, 不就一件礼服吗, 至于上纲上线吗, 霍少婷暴躁地把我的手机摔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如同我此刻的心, 我咬着牙, 强撑着自己最后的骄傲和自尊, 今天除非我死, 否则只要这件礼服出了这个家门, 我就算爬, 也会爬到警察局报警, 不幸竟可是一试,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反正我又不赶时间, 慢慢耗着, 终于沈韵熬不住了, 想进卧室换衣服, 等等我的卧室不是阿猫阿狗能进去的, 如果换就在这里换, 见我油盐不尽, 沈韵一脸屈辱, 在我面前换下了礼服, 这下你满意了, 说完, 如同撒气一样将礼服扔在我身上, 两人看都不看我一眼, 扬长而去, 心麻木地疼着, 明明已经死心了, 为何还是如此难过, 为何还会如此痛, 身痛心更痛, 我抱着妈妈的礼服, 蜷缩在沙发上, 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哭累了就那样睡了过去, 我睡得并不安稳, 一会梦到爸爸妈妈在我床边, 怜悯地望着我, 好似在说, 思思, 你怎么把自己活成这样了, 一会梦到一个粉装玉器的小娃娃, 正嗷嗷大哭, 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突然从梦中醒来, 满头大汗, 天已经大亮, 霍少婷又是一夜未归, 我拿起手机, 看到沈运发来的, 一条微信, 思思少婷喝多了, 有我照顾呢, 你就放心吧, 放心我太放心了, 只不过是我将不要的垃圾, 又和好炫耀的, 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我将霍少婷的东西收拾打包好, 少停今晚, 回来一趟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我最后整理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公司一堆事忙着呢, 你有啥重要的事, 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又是工作忙, 理由都不找, 信口就来, 明明前一刻, 沈运的朋友圈还在秀看日落, 谢你一个小时回来, 如果不回来, 后果自负, 我怒气冲冲挂了手机, 一小时后, 霍少婷回来了, 阴沉着脸, 像我欠了他三千万的样子, 曾经恨不得二十四小时 黏糊在一起的人, 如今各自坐在沙发的两端, 中间四格着万水千山, 我把当时怀孕检查单地给他, 他狐疑地拿过去, 仔细看了又看, 思思就算是想我回来陪你, 你也不用编这么大谎言吧, 你不是有病吗? 怎么会怀孕? 有病瞧瞧他说的多么轻描淡写, 霍少婷我犯不着骗你, 上面有检查时间, 检查医院, 你可以随便去查, 我平静地回复他。 原来彻底死心后, 也可以如此风平浪静地说话, 他看我不似作为, 神色复杂地对着检查单看了又看, 半晌似乎下定了决心, 抬头看着我, 勉强挤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思思你知道的, 我这公司正在起步阶段, 如果这个时候要孩子, 我估计没那么多精力来照顾你和宝宝, 我心中暗暗冷笑, 这就是我爱了多年的男人, 他明明知道我怀这个孩子多么不容易, 但各种明里暗里暗示, 我又将那张终止妊娠的检查单, 甩到他面前, 这又是什么? 他拿起单子仔细看了两遍, 肉眼可见, 松了口气, 但仍旧不依不饶, 思思你太过分了, 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怎能随便不要我的孩子, 你这是谋杀, 看无论我怎么做, 总是有错, 他总有一套说辞来洗脑我, 祸少停, 你看看检查单的日期, 孩子是你亲手杀的, 因为是你将桌子撞倒砸在我身上的, 后来我说肚子疼, 你见死不救, 所以你才是凶手, 你才是杀死我孩子的凶手, 还有那件礼服你知道吗? 那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 你还想让沈韵穿走, 终究还是不甘, 还是愤怒, 还是充满了愤恨, 是的, 我恨他, 他躲闪着, 不敢正眼看我, 思思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看在沈韵是你闺蜜的面子上, 才就他的那礼服, 也是为了让给公司拉客户, 我好了你, 才好, 不是吗? 翻篇了, 都过去了, 别再计较了, 好不好? 翻篇过去, 如果是他的错, 他就可以随意翻篇, 如果是我的错, 就是我计较, 这什么狗屁逻辑, 霍少廷这事, 在我这还就翻不了篇, 过不去了, 我将打印好签完我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摔到他面前, 要么你签字出去找沈韵, 只能二选一, 我坚持到今天, 就要做个了结, 霍少廷暴躁地将衣服扔得上, 垂头丧气摊在沙发上, 不言不语盯他手, 即收到一条语音微信, 少廷你在哪, 快来救我, 霍少廷瞬间变了脸色, 拿起笔毫不犹豫签了字, 六四一你满意了, 如果沈韵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会让你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他毫不留恋, 大步离开了, 不用他教我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我已经悔不当初, 我拿起衣服紧随其后, 我就是想看看, 他们两个到底是如何纠缠, 总要死得明明白白, 路上的车狠堵, 霍少廷在前面暴躁地按着喇叭, 过了一会, 他将车停路边, 直接扫了单车就走, 我不会骑车, 气喘吁吁跟着跑了一段路, 昏暗的灯光, 嘈杂的音乐, 各种香水味混合弥漫在空气中, 沈韵与往常的职场女性完全不同, 她穿着性感的辣妹装, 烈焰红唇, 这是我不曾见过的一面, 此时她正被两个男人纠缠着, 霍少廷不由分说上前搂着沈韵, 别怕我来了, 沈韵紧紧回抱着她, 在霍少廷的肩头, 朝我看来得意地挑了挑眉毛, 少廷我不要再跟你分开了, 五年前是柳叔叔找我, 让我出国离开你, 你知道的, 她从小资助我, 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离开三年,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想得我心都疼了, 于是我忍不住回国, 看到你和思思幸福生活在一起, 我又是高兴又是极度, 高兴你找到了幸福, 极度陪着你的人不是我, 少廷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你别再离开我好不好, 沈韵我也爱你, 五年前就被你深深吸引, 我如今自由了, 以后再也不离开你, 谁也不能再将我们分开, 霍少廷深情地注视着沈韵, 搂着她热, 烈得拥吻, 周围人纷纷鼓掌, 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哈比安定资助了沈韵近二十年的我爸, 成了罪大恶极拆散他们的元凶, 我这个有着合法结婚证的妻子, 成了他们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多么可笑, 如此甚好, 渣男贱女, 个自成全, 我转身, 决绝地走出酒吧, 第二天, 我回到自己房子, 将霍少廷的物品打包寄到了她的公司, 到副, 我将自己的房子挂到了中介, 被渣男贱女带过的房子脏了, 没法住, 我找回了自己生活的节奏和意义, 看着生活一日日变得热气腾腾, 晚上我约了律师到叔叔的酒店, 商谈撤资霍少廷公司项目的事情, 我到得比较早, 无聊至极, 我去把台翔给自己调一杯咖啡, 思思没想到离婚后, 你都堕落到酒店打工的地步了, 嘖嘖你要是实在生活困难跟我说,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我们公司现在缺个保洁, 你要去的话, 给你走个后门, 免是直接录用, 沈运穿着一身酒红色修身礼服, 胸前勾壑若隐若现, 只是那嘲讽的表情, 让他精致地妆容看起来有点猙獰, 不劳费心, 我面无表情, 继续调着我的咖啡, 思思你知道今晚这里要干什么吗? 今晚, 少廷要在这里跟我求婚, 沈运得意地看着我, 想要欣赏我的伤心难过, 但是让他失望了, 我还是沉默不语, 运运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菜品, 霍少廷从外面走进来, 还穿着离婚钱, 我给他定做的那套高档西服, 他静止走到沈运身边, 搂着他的仙腰, 旁若无人亲吻他的额头少廷, 我是看到思思在这里打工, 好心想给他介绍工作, 谁知他却不领情, 霍少廷神情复杂地看着我, 思思夫妻一场, 你有困难跟我说, 你我并不是陌生人, 和收起你那恶心的好心吧, 我继续无视他们的搅柔造作, 离婚了跟现任求婚, 还穿着前妻定做的礼服, 不知有啥好得意的, 我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 听说二位今天办求婚的活动, 我们酒店有推出相应的套餐, 如果二位真心帮我, 就屈尊试试这个套餐, 给个业绩, 思思咱酒店哪有什么套餐, 身边服务员巧声问我, 我说有, 那就是有, 我坏心地笑起来, 走到角落拨通了酒店经理的电话, 笑话虽然我爸爸妈妈失踪了, 但他们创建的商业帝国还在, 只是我无意打理, 全部交给了叔叔打理, 外人都以为是叔叔霸占了我家家产, 实际只是因为我涉事未深, 叔叔全部承担下来, 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一切, 每年还按爸爸妈妈的股份, 给我海外的账户分红, 当然, 这些霍少婷和沈运并不了解, 不然想必他们也不会如此待我, 酒店经理来得很快, 我告诉他酒店今天推出一款套餐, 内容是全酒店最贵的所有产品, 我未再过问这件事, 晚上, 以前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刘燃, 给我发来微信, 是沈运的朋友圈, 他怀抱一大捧玫瑰花, 笑得很幸福, 文字是这辈子跟你在一起才不算枉费, 有情人终得正果, 幸福生活刚刚开始, 真奇怪看着他们的恩爱, 我已经痊愈得无悲无喜了, 幸福生活嘛, 那我可是太期待了, 第二天, 一大早却接到霍少婷的电话, 思思你昨天说冲业绩的套餐, 没说那么贵啊, 你给说说便宜点, 我喝着咖啡, 撸着猫咪, 慢悠悠地说, 那你们喝了套餐的酒, 吃了套餐的菜, 睡了套餐的房了吗, 都是明码标价, 不能用了再来讨价还价吧, 用钱你可没说嫌贵, 挂了霍少婷的电话, 我给律师打电话, 将去霍少婷公司的时间, 提前到了七点钟, 笑话让他们在酒店多睡半分钟, 我都嫌添堵没添够, 我到得比较早, 律师因堵车还未到, 哇,这不是思思吗, 你真准备来我们公司做保洁, 也行先打扫一下会议室, 一会我们有重要客人来访, 另外记得给我买杯咖啡, 昨晚扫婷折腾太晚了, 沈运身着职业装, 邪逆着我扶着腰往办公室走去, 或扫婷在后面停好车, 走进来复杂地望着我, 思思我们都离婚了, 别再来纠缠我了纠缠她, 真是老孔却开评, 自作多情, 这时律师匆匆走来, 霍少婷和沈运立刻堆起笑脸, 小跑迎上去, 律师却来到我面前, 刘女士, 不好意思, 路上塞车, 让您久等, 霍少婷和沈运一脸惊恶看着我们, 思思你们, 我对律师点点头到既然人到齐了, 我们尽快处理一下撤资事宜, 撤资霍少婷又是惊疑又是着急, 到王总, 我们融资方案都谈好了, 怎么突然要撤资, 王律师先请, 我走进会议室, 不急不缓递到此前有投资意向, 是基于我的委托方意愿, 如今我的委托方并不看好贵公司项目, 所以我们决定终止投资合作, 你的委托方是柳思怡, 沈运错愕地指着我, 王律师点头默认, 霍少婷不可思议, 看看我又看看王律师, 有四不可信, 上前对沈运则, 难道你不是说这个投资方式, 你拉来的, 怎么会是柳思怡, 沈运躲闪着霍少婷咄咄逼人的目光, 一脸无辜, 见事情已谈差不多, 我起身要走, 霍少婷却拉住我, 思思我们聊聊, 我点头她将我带到她办公室, 开始给我介绍她的公司, 她的项目, 末了她恳切地看着我, 思思我的项目是好项目, 你不要因为私人感情意气用事, 你再考虑考虑撤资的是好不好, 我喝了口她亲手期的咖啡, 真不容易, 这么多年第一次和她亲手做的东西, 项目的确是好项目, 霍少婷目光精亮, 满脸期待看着我,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想意气用事, 我就是不想投了她, 还不放弃, 倒思思看, 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请你再好好想想, 情分我冷笑出声, 请问霍总, 我们有什么情分, 是你弃我不顾的情分, 还是害我孩子的情分, 亦或是离婚后落井下石的情分, 请问霍总, 我该看哪个情分, 霍少婷眼中的光渐渐熄灭, 立约定, 毕业后在我家海外公司, 工作十年如若违约, 违约金将是从小到大, 给你所有资助金的十倍, 你怎么知道, 沈运震惊地看着我, 人在坐天, 在看, 沈运不要欺负死人不会说话, 王律师, 麻烦将所有资助金账单发给沈女士, 沈运见逃脱, 不过一脸傲慢, 不就是资助金多少钱, 二百五十万, 沈运拿出手机, 轻蔑地说, 账号, 现在我就转你, 我是说资助金二百五十万, 违约金是十倍, 也就是两千五百万, 限期两天, 不支付我们法院见, 沈运的脸红了又白, 我发给她账号, 转身就走, 晚上霍少婷喝得烂醉, 坐在我家楼下, 思思, 我错了, 我们复婚吧, 我慢条思理拨通了沈运的电话, 思思, 你等我我去和沈运离婚,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霍少婷可怜兮兮看着我哀求道, 认识这么多年, 直到今天, 我才真正完全看轻货少婷自私卑鄙, 唯利是图, 我饿去味道, 沈运可不是那么软弱可欺, 你想离婚就离婚, 除非你们真的离了, 或者你丧偶, 我再考虑考虑, 电话中传来沈运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原来你也有今天啊, 我轻笑沈运, 赶紧来把你老公带走, 明天你们不是还要蜜月吗, 沈运匆匆赶来, 气急败坏伸手, 想要打我, 我死死握住了他的手腕, 指甲深深掐入他的皮肤, 沈运你说, 如果你们公司大股东来审计, 你和霍少廷谁能成功脱身, 挪用资金最好像也不轻, 沈运睁大了眼, 随后若有所思, 带着霍少廷走了, 沈运工作没两年, 2500对他来说还是天文数字, 肯定会耍手段从其他地方挪, 我真是期待啊, 第三日头, 条新闻, 一对年轻人刚领证结婚, 为了庆祝去蹦极, 结果绳断了, 男的重伤, 女的毁容, 这件事上了热搜, 热度越来越高, 刚开始大家都惋惜这对新人, 后来有一天, 不知哪位知情人士爆料说, 事故中的男主刚离婚, 女的是小三上位, 舆论开始出现分歧, 有说恶有恶报, 有给前妻庆幸的, 直到有一天, 刘然给我电话, 思思你知道了吧, 前段时间, 网上很火的那个为了庆祝结婚去蹦极, 结果悲剧了的事情吧, 我今天才知道, 这两个人是霍少廷和沈韵, 意料之外, 又情理之中, 沈韵是个很喜欢冒险的人, 他喜欢一切危险刺激的东西, 比如蹦极, 比如滑翔伞, 比如跳伞等等, 当初还和霍少廷谈恋爱的时候, 霍少廷就挺羡慕沈韵这种冒险精神, 那时他还想尝试, 只是因为我胆小, 阻止了, 如今他们也算得偿所愿, 至于后果的, 他们自己承担, 只是这次真的是意外吗? 果然不出所料, 这件事因为关注度高, 警方介入调查, 很快就有了结果, 蹦极的绳索果然有问题, 通过查找监控, 发现分别是哪两个当事人, 在对方的绳索做了手脚, 霍少廷和沈韵撕逼的视频, 传遍了网络个平台, 他们没有一丝体面, 霍少廷躺在病床上, 指着沈韵痛骂蛇蝎女人, 沈韵遮着半张脸, 怒斥霍少廷过河拆桥, 我关上手机, 心中毫无涟漪, 那晚, 我故意跟霍少廷说, 等她和沈韵离婚或者丧偶, 我再考虑, 给沈韵听了我和霍少廷的对话, 还抛出公司审计问题, 霍少廷的公司偷, 税漏税私挪公款, 问题肯定不会少, 就看谁最后被锅。 我太了解他们两个人, 他们都是极度自私之人, 就看他们怎么朝对方下手, 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同时选择同样的方式出手, 两败俱伤, 这场闹剧过去没过久, 一天晚上, 我接到了霍少廷的电话, 思思, 我后悔了, 能不能给我一次悔过的机会, 能不能回到我身边, 我们重新开始, 他的声音低雅干涩, 像是偷偷在一个地方给我电话, 霍少廷谁也不是傻子, 如今这些都是你自己应得的, 正准备挂电话之际, 我听到沈韵歇斯底里的叫骂, 霍少廷你混蛋, 还敢背着我打电话, 听听胖胖, 一阵骚乱, 电话断了, 能想象到那边的热闹, 我未在关注霍少廷和沈韵的事, 他们是幸福也好, 是糟糕也好, 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专注读书, 想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我也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淋雨的人, 半年后, 我终于考下了教师资格证, 也找好了想要去的学校, 我去医院做入职体检时, 很巧地碰到了霍少廷, 他坐在轮椅上, 满脸憔悴和疲惫, 思思聊聊, 我和霍少廷来到医院旁边的咖啡馆, 相对无言, 两久他才开口, 你最近过得如何, 我不与平静地看着他, 思思我过得很不好, 你说我这是不是报应, 公司项目黄了, 我这也瘫痪了, 我和沈运, 他公司项目黄了, 我知道因为那是我吩咐人干的, 当时他一心想创业, 为了项目没日没夜的调试, 我拜托叔叔下面的一家公司, 给他们注资后, 来他以为是沈运的功劳, 还和沈运纠缠一起, 后来这家公司, 还是对霍少廷的公司进行了审计, 才发现账面有很大的资金窟窿, 很多是被沈运挪走消费了, 听说他和沈运卖了房子车子, 卖了公司, 才勉强堵上了那个窟窿, 至于他的瘫痪, 他和沈运的事情, 我也没兴趣知道, 他好似也不需要我的回应, 自顾自地说, 这次受伤, 医生说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孩子了, 你说如果当初我没有就沈运, 如果我带你去了医院,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孩子, 是不是也不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他说着说着, 竟然呜呜哭了起来, 曾经一百八十八的高男人, 如今蜷缩在轮椅中, 浑身透着腐朽的气味, 可怜又可悲, 霍少廷你真是苟改不了吃屎, 怎么还想跪舔重续前缘呢? 你做梦? 沈运突然冲进来, 他掀开挡着脸的头发, 露出一条长长的疤痕, 他将脸凑到霍少廷身前, 凄厉道子吗? 如今看着我这张脸恶心了, 想再挽回旧情人, 你也不看看你还是不是男人, 说着由不解恨, 双手挥舞锤打着霍少廷, 你死心吧, 这辈子咱俩互相折磨到底, 在我面前, 霍少廷自觉没了任何尊严, 破罐子破摔, 和沈运牛打在一起, 后来有一段时间, 霍少廷总坐着轮椅来我家楼下, 手中拎着一个保温筒, 思思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喝粥, 我如今学会了煮粥, 以后我每天熬给你喝好不好, 他的眼睛有期盼有不安, 有自卑, 霍少廷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回头, 要你这个废人, 他震惊又受伤, 难难自语思思, 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 是啊, 以前的柳思怡不会如此对你, 但是你却亲手杀了那个真心对你的人, 如今你与我不过是个陌生人而已, 麻烦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怪葛英人之后, 我再也未见过霍少廷, 刘然后来告诉我, 霍少廷和沈运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沈运没了工作, 又因为有挪用公款的前科, 行业纷纷抵制, 找不着工作, 只能去坐台, 又因为脸上有疤, 只能在街头巷尾, 小公园接待年纪大又没多少钱的客户, 沈运天天往家带男人, 霍少廷日日咒骂, 再后来, 霍少廷晚上开了煤气, 要和沈运同归于尽, 结果沈运死了, 霍少廷未死, 只是再也无法坐立,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他们同学去看霍少廷时, 说他身上已长了很多褥窗, 直言悔不当初, 挂了电话, 我打包收拾行李, 明日一早, 我将要前往西北, 是的, 我选择到西北山区做一名支教老师, 西北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但这里民风淳朴, 孩子们都很可爱, 在一日日的坚持中, 看到他们每一天都在进步,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窗外的风雪已停, 春天不远了吧, 你又在闹什么, 身为恼怒的陆莫婷, 大声质问我, 我不过是去帮他看看孩子, 又没和他发生什么, 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饭厅, 碎落四周的碗盘瓷片, 和到了满地的菜饭油屋, 全都是我发疯之下的杰作, 我是被陆莫婷逼疯的, 今天是中秋节, 我爸妈理解我游戏客服的工作, 节假日不好, 调休, 赶回老家一趟, 不容易, 便拖着两把老骨头, 大老远坐火车跑来看我, 这是我十天前就跟陆莫婷约定好了, 他也答应我, 下午由他开车去接我的父母, 晚上工作结束, 还会回家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 可是直到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他们一个小时前就出了火车站, 而陆莫婷却没有如约出现去接他们, 正在上班的我, 给陆莫婷打去一个电话问情况, 电话响两声, 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笑意传出, 喂, 是安宁, 妹妹吧, 莫婷在帮我哄女儿睡觉, 实在不方便接你的电话, 你要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传达, 这道女生我在熟悉不过了, 她叫秦秦, 是陆莫婷的白月光前女友, 四年前, 秦秦在海城大学门口, 当众宣布爱上了别的男人, 要和陆莫婷分手, 傲慢的陆莫婷没有提出挽留, 而是气得一把拉过人群中正看热闹的我, 俯身亲吻而来, 正好, 我也另有所爱, 秦秦贪贪手, 留下一句, 祝你们幸福, 就出国去了, 直到一个月前, 秦秦突然出现在海城大学举办的慈善拍卖会上, 同去参加的我和陆莫婷, 才从旁人口中得知, 当初秦秦离开陆莫婷的真正原因, 当年他突发心脏病, 需要去国外做手术, 手术风险巨大, 秦秦九死一生, 他才决定斩断与陆莫婷之间的情思, 以免日后陆莫婷放不下这段伤痛, 得知真相的陆莫婷果然如获新生, 平日里冷峻的眉眼, 也染上了笑意, 即便秦秦回来时, 已经是离婚带娃的宝妈身份, 也难以阻拦陆莫婷飞向她的那颗心, 三天两头往她家里跑, 不打招呼, 也没个解释, 我次次问她, 她都只是简单回几个字, 修电脑, 换灯泡, 通下水道, 即便陆莫婷待我十分冷漠无情, 但我也知道她是一个不屑于撒谎的男人, 自然也不会往多了去想, 可这些日子, 我总觉着窝火的厉害, 陆莫婷成天跑去她家的这件事, 伪失令我气愤却又找不到地方宣泄, 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对秦秦, 给陆莫婷下了最后通牒, 告诉她, 如果今天晚上, 她没有回来陪我过中秋节, 我就跟她离婚, 憋着一股子杀气, 我驱车赶往火车站接到父母, 就去菜市场绕一圈, 宰了一只鸡, 杀了一条鱼, 灭了五斤小龙虾, 全足, 一落屋, 就闷头走进厨房, 六点过一刻, 一大桌子的饭菜就被我做好了, 然后就干了个大盖, 起初, 我和父母三人还坐在沙发上, 一面看电视, 一面聊天, 一面等,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直直等到天已经黑透了, 还不见陆莫婷回家, 我的心裁突然开始慌了, 前所未有的恐慌赶向我袭来, 结婚四年, 陆莫婷有没有爱过我, 我心里明镜的, 寥寥数次的夫妻之事, 皆是她醉酒时的冲动行径, 但我不在乎, 她的心在不在我这里, 我期许只要能长久陪伴她就已知足, 且她也曾明确跟我表示过, 她对我们这段关系很满意, 她不打算中断我们的婚姻, 可这一次, 我真的很怕了, 怕我所拥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别人施舍给我的一场梦, 要不, 再给她打个电话吧, 妈妈把鸡汤端到厨房, 去温上, 又把其他的小菜拿去微波炉加热, 顺口提醒道, 我, 好, 电话拨通中, 我握着手机的手, 却颤抖得厉害, 不过, 很快传来的嘟嘟声, 缓解了我紧绷的神经, 她关机了, 她, 饶食我爸爸在眉眼利劲, 此刻也看出, 我和陆墨亭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热什么热, 这个饭咱们不吃了, 我们走, 爸爸怒得大拍桌子, 拉着我妈就下了楼, 我把腿追下去, 爸, 吃过饭再走吧, 昏黄的路灯下, 我似乎看见爸爸的双肩正在剧烈的抖动, 我的眼睛突然有些模糊, 吐出的话里, 也夹带着浓浓的迪鹰, 这么多饭菜, 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她回过头, 双眼通红问了一句, 这就是你要死要活, 飞驾不可难忍,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现在还不知道人墨亭那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妈妈上前抱住我, 拍拍我的背, 不停帮路墨亭找步, 也许有什么误会, 晚上她回来, 你好好跟她说, 别发小姐脾气, 我点点头, 目送非走不可的父母离开, 上楼进屋, 我一个人窝进沙发里,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回想我小心翼翼陪在陆墨亭身边的四年, 没有爱, 没有尊严, 就连夫妻基本的相敬如宾都谈不上, 只有她单方面的索取, 我的需求, 她永远都看不到, 小肚子越发隐隐作痛, 我蜷缩成圈, 疲惫到沉沉睡去, 直到听见门外响起, 拿指纹开锁的声音, 我才悠悠转醒, 抬头看一眼钟表, 已经午夜一点, 中秋团圆之夜已经过了, 陆墨亭推门进屋, 看见满屋狼藉, 立刻就动怒了, 你又是在做什么妖, 她很少冲我发火, 可每回只要她一凶, 我就会发怯, 今夜的我, 变了, 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惧怕她, 我翻身站起, 像疯婆子一样, 把茶几上的水晶果盘, 玻璃烟灰缸, 咖啡杯, 一股脑全部摔在地上, 一一砸碎, 每摔一个, 我便问她一句话, 她, 又去她那里了, 她没有回答, 砰, 短短一月星期, 你去她那里几回了, 她沉默, 跑, 你如果想去跟她过日子, 你明说, 我成全你们, 她吃笑一声, 仿佛我在说, 一个天方夜谭的笑话, 在她心里, 我永远都是那个, 会粘在她身后, 任凭她怎么甩也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气慌了, 立马冲进厨房, 拿起一把刀对着她, 转瞬又对着自己, 她的表情没什么波动, 好似我不过是在耍坡打魂吓唬她, 我便对准自己的手腕一抹, 溅了血, 她平静的脸上, 才短暂出现了一丝裂痕, 安宁, 你疯了吗? 如果说, 刚才的我确实有点疯, 可这一刻的我, 突然间就清醒了, 她冷漠地责怪, 就像一盆冷水, 浇在我头上, 让我陡然心死, 好疼, 我叫出声, 捂住手腕就去翻药箱, 认认真真给自己包扎, 至于她又闲恶说一句, 什么话, 我已经不想听了, 此时此刻, 我的手很痛, 可心里的伤正在渐渐愈合, 之后我便去睡了, 没再理会她, 她倒乐个清静, 蹲下身开始收拾地面的残屋和碎片, 她洗过澡躺到我旁边的时候, 我正处于半睡眠状态, 她伸手从身后搂住我的腰, 将脸埋进我的后颈窝, 我想了, 我吸吸鼻子, 去嗅她的口气, 半嗓才回, 又喝醉了, 她嗡一声, 伸手去摁灭床头灯, 在一片混沌中, 翻身上来压住我, 俯唇下来, 我微微偏头躲开, 她的唇落了空, 瞳孔的黄光陡然亮一下, 你的手机响了, 我提醒道, 不管, 她急匆匆直奔主题, 想要开始动作, 我再次推开她, 秦秦又叫你过去修灯泡了, 她闷声笑一笑, 大晚上的, 修什么灯泡, 但还是坐起身, 拿起手机, 划过街听见, 还真是秦秦, 不是她, 能是谁? 这次倒不是修灯泡, 也不是修电脑, 秦秦的女儿发烧了, 她一个人挂号, 看病不方便, 我去一趟, 这一次, 我没阻拦她, 直到陆莫婷, 我们离婚吧, 她不以为意, 薅一把我的头发, 打去道, 别闹, 我很快就回来, 我们还能接着坐, 陆莫婷当然又食言了, 整个晚上都没个影, 至于她什么时候回去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离开了, 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和那枚她送给我的结婚戒子, 拖着只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东西, 一走了之, 再闹下去, 你就别回来了, 我离家出走五天, 才等到老公陆莫婷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却被劈头盖脸来了这么一句, 也许在她眼里, 我父母来海城看我, 她不出面接待, 中秋节的团圆饭, 她不回家吃, 三天两头无论白天黑夜, 一趟又一趟往前女友家里跑, 都算不上什么天大的事, 不足以让我闹到离婚这个地步,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些事令我有多压抑多绝望, 对着手机, 我淡淡出声, 我们离婚吧, 她却仍然以为我只是在闹脾气, 不带一丝情绪出声, 最后三天, 三天见不到你, 我换锁, 这通电话, 我是当着父母的面接的, 五天前是中秋节, 我爸妈大老远跑一趟, 陆莫婷没有如约去接他们, 晚上也没有回来吃饭, 把我爸爸气得当场走人, 但看出我和陆莫婷的夫妻关系不和谐, 怕我受委屈, 放心不下我的牢俩口, 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临时租了一套公寓临时住着, 爸妈一定没想到, 隔天清早我就拖着行李箱搬过去了, 那天深夜, 陆莫婷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 见我掀了桌子, 发了火气, 便来哄我, 躺下床就凑过来要和我坐, 刚进入主题, 他却又接到前女友的电话, 一听别人的女儿发高烧, 愣是片刻没耽搁, 套上衣服, 成兴夜离家而去, 当然, 我决定和他离婚不单单仅凭这几件事, 而是长达四年, 一次又次经历这样的无奈和心酸, 长期堆积起来的失望, 只不过刚好在最后这一个点上彻底爆发, 我将以上想法, 以及决定离婚一事, 统统如实告诉父母, 爸爸表示支持, 妈妈却建议我再等等看, 看看陆莫婷发现我走了之后, 是个什么态度再做决定, 我认为妈妈说的有道理, 也想再给自己的婚姻最后一次机会, 便决定在公寓再住两天, 瞧瞧陆莫婷到底是什么反应, 毕竟我真的很想知道, 却不想等来的却是他的最后通牒, 既然他这种态度, 我们也就没必要再耽搁下去了, 挂断电话, 早已归心四见的爸爸, 恨不得立刻拉我去跟陆莫婷 领离婚证, 再领着我去辞职, 然后把我驼回家乡, 我点点头应好, 爸爸当时兴奋地手舞足蹈, 一会给我热牛奶, 一会给我包虾, 忙前忙后, 还不忘催促妈妈赶紧给我收拾行李, 身怕那陆莫婷突然出现, 再说几句好听的, 又把我给骗走了, 隔天上午, 一切东西准备妥当, 我们一家三口正准备出发去找陆莫婷谈离婚事宜, 我的小腹突然痛起来, 从隐隐作痛到剧烈疼痛, 到最后只能弯着腰, 连背都撑不直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腹痛了, 只是前几次痛得没那么厉害, 我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又怕父母担心, 便谎称和同事换了班临时, 去一趟公司, 就一个人独自前往附近的省医院进行了检查,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 瞬间将我打入深渊, 我被查出怀孕一个多月了, 却又被诊断为宫颈癌早期, 医生告诉我, 我的病情发现及时, 还没扩散, 尽早治疗, 这个胎儿可以保住, 但也会承担一些未知的风险, 但如果终止妊娠, 以后我怀孕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这番话倒是让我泛起难, 若是以前, 我肯定会很高兴, 能给陆墨亭生一个孩子, 是这四年以来, 我一直梦寐以求的, 可我们之间那种事做得太少, 我始终未能如愿, 没想到, 在我决定和陆墨亭离婚的路口, 突然又添降了这么一个孩子, 让我不得不感慨造化弄人,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那天下午, 我坐在医院长廊一侧的凳子上, 羡慕得看着一个又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从我面前走过, 我突然很难过, 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哭得稀里哗啦, 哭了很久, 直到急诊室的医生出来跟同事换班, 安慰我两句, 我才发现窗外的天, 以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黑了, 我来抱雨城上楼, 你去挂号, 再跟着来, 一道熟悉的男生, 从长廊尽头传到电梯口, 我抹一把脸上的眼泪, 抬起一双又红又肿的眼睛, 就看见陆墨亭正抱着一个小女孩, 急急忙忙往我的方向跑过来, 她也看到了我, 直径走向我, 不, 准确地说, 她是走向我长凳旁边的电梯门, 你怎么在这里, 她淡漠的声音, 不急不缓传出, 但我却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认真问她, 我生病了, 你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 她轻轻吃笑出声, 哼, 你倒是不必用这种手段,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会回家陪你的, 我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便解释道, 我没有跟踪你, 我是真的生病了, 宫颈癌早期, 她颇为不耐烦地闭了闭眼, 看见电梯门打开, 快速留下一句, 你先回家等我, 便迈腿进去, 我坐在电梯外的长廊上, 肚子里怀着她的孩子, 却看见她站在电梯中央, 抱着别人的女儿满脸焦虑, 我仰起头, 做出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站起身走两步, 一个女人扭着细软的腰肢走到我跟前, 我当然认识她, 她就是陆墨亭的白月光前女友, 那个才刚回国一个月, 就把陆墨亭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 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刻意喊出我的名字, 安宁,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呵, 真是好笑, 怎么全世界的人都以为, 我来医院是赌陆墨亭的, 我就不能生病吗, 你也不嫌累得慌, 她也不墨迹, 直奔主题, 放手吧, 她爱的人, 从来都不是你, 你也应该明白, 顿了顿, 她拿食指, 点了点我的肩膀, 挑衅道, 你, 不过是当初她为了和我赌气, 随手拉来的陆人甲, 我气笑了, 也释怀了, 陆墨亭的白月光, 不过而而, 便是乐道, 你既然跟她这么好, 不如就由你来帮我劝劝她, 让她赶紧签字, 难不成她还没告诉你, 五天前, 我就已经把离婚协议书 留给她了吗, 她的表情有明显的碎裂, 那傅想发怒, 却为保持体面极度隐忍的样子, 看得我很是舒心, 你女儿不是生病了吗,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 跟我在这闲聊, 难不成别人的老公是顺手了, 就以为自己可以当甩手妈妈了, 她一张脸气到发紫, 几乎下一秒, 就要冲上来打我, 趁着这个点, 我撒腿就跑, 留她一个人在原地内耗, 这个孩子我不要了, 为了彻底摆脱冷漠的陆墨亭, 也为了自己能安心治病, 更为了这个孩子, 我不能因为自己想当母亲, 冒着风险去生下一个可能并不健全的孩子, 这种自私的行为, 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我将这些想法在心里里顺, 便走进诊疗室, 告诉医生我的决定, 医生表示支持, 并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 我身体有炎症, 需要用三天药, 才能进行流产手术, 带着一摞检查单和一包药, 回到公寓, 我没有对父母隐瞒自己怀孕一事, 甚至就连自己被确诊为宫颈癌, 只能打掉这个孩子的事实, 都告诉了父母, 这些事我无法独自面对, 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更不想自己如果死着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孤立无援, 要不, 还是给墨亭说一生吧, 妈妈提议道, 毕竟是她的孩子, 你总的问问她的意见吧, 不用了, 我就不耽误她跟白月光复合了, 三日后, 我躺在病床上, 一盏强烈的白光照在我的脸上, 害我有些谎神, 决定好了吗? 医生戴上手套, 开口问道, 好了, 我就上麻药了, 嗯, 药效渐渐上头, 我的脑子变得很沉,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手术室外, 响起剧烈的拍门声, 和陆墨亭暴跳如雷的叫声, 安宁, 你居然敢来打掉我们的孩子, 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你竟敢打掉我的孩子, 安宁, 你给我出来, 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我躺在手术台上, 眼皮不断下沉, 缓缓合上, 那道熟悉的声音传进来, 我的眼角不禁流下一行眼泪, 陆墨亭, 你来得太晚了, 意识悠悠转醒时, 我已经是在一间单人病房里, 一名护士端着装有红糖水的纸杯走过来, 递给我, 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 又看着他走了出去, 很快, 四四方方的空间里, 只剩下我河, 陆墨亭, 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木凳上, 靠在椅背, 双腿自然交叠, 手指夹着燃过半截的香烟, 整个人看上去很是颓唐, 嫁给陆墨亭整整四年,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外露出一点点情绪, 我们离婚吧, 我轻轻起唇, 这回你该相信, 我不是跟你闹脾气了吧, 此话瞬间激起陆墨亭蓄积已久的怒意, 他扔掉手中烟头, 用斜肩按灭, 旋即羞地站起身, 朝我猛冲过来, 伸手死死扼住我的咽喉, 将我压在床上抵住, 我掐死你, 我说过, 我一定会掐死你, 他的手指见欲缩紧, 我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我憋红脸, 用力掰扯和拍打着陆墨亭的手, 垂死挣扎, 放, 放, 放开我, 刚刚经历过流产手术, 我的身体尚十分虚弱, 手脚也没什么力气, 挣扎抗拒两三下, 本就恍惚的意识就开始涣散,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窒息时, 正好打了饭菜过来的爸爸及时大喊一声, 你干什么, 住手, 快住手, 入墨停谋中的怒火, 才稍稍弱了几分, 松开他的禁锢, 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咳得几乎要发呕, 爸爸快速将手中擦盘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 然后拎起拳头就砸向陆墨亭, 陆墨亭莫名身子一软, 跌坐在地上, 爸爸也不管他, 连忙跑来轻拍我的背, 安抚我的情绪, 又对着陆墨亭抬起双拳, 做防御状, 就像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老护卫, 陆墨亭却没了方才的激动, 他晃晃悠悠站起身, 在开口时声音, 以翠满寒冰, 你想离婚是吧? 好, 我成全你, 他走到门口, 背对着我, 咬牙切齿道, 明天上午九点, 民政局不见不散, 陆墨亭走了, 爸爸给我打来的饭菜也凉了, 算了, 这医院的食堂难吃得很, 爸爸刻意转移我的注意力道, 走, 爸带你出去吃顿好的, 我不想扫兴, 又见医院前台结完账的妈妈正好回来, 便撑起全身的力气站起来, 点头道了一句, 行, 可我想吃川菜, 远嫁海城四年, 我难得回去一趟, 实在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可惜我刚做完手术, 不能吃辛辣, 要不真想拉着爸妈陪我去吃火锅了, 鼠燕可以吗? 我问, 爸爸一挥手, 走起, 鼠燕, 海城有名的川菜馆, 位于海城近郊, 是一方, 三层楼高, 古色古香, 通身棕红漆的围廊小, 坐在楼上, 透过如意纹的方窗, 可将方圆十里的海城夜景一览无遗, 一阵心旷神疑, 桌上已摆上了我最爱吃的回锅肉, 水煮鱼和麻婆豆腐, 网上有评论说, 这家店的老板和厨师都是地地道道的荣城人, 吃过一顿, 方知此话不假, 就连爸妈都连连夸赞这儿的味道, 巴适又正宗, 不过, 他们长居荣城平日吃惯了这些家常, 也没动几筷子, 光顾着给我加菜了, 果然, 这时间, 没有父母爱子女, 最是相为辅人心, 爱情, 婚姻, 伤病带给我的痛处, 都在一顿饱餐之后暂时忘怀, 陆默婷怎么知道我怀孕的事,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就问了, 妈妈便将前因后果跟我讲了一遍, 之前, 陆默婷给我下达了三天不回家, 她就换索地警告, 今天已经超过期限整整一天, 陆默婷没换索, 反倒接我来了, 早晨, 我刚前往医院, 她后脚就落地在我父母临时租下的公寓门前, 当时, 妈妈把社保卡落在家里就回去拿, 正巧看见站在门口的陆默婷, 妈妈冷言讽刺了几句, 陆默婷也不反驳, 就一直处在原地, 妈妈怕当个时间, 急急忙忙开门, 进屋拿了桌上的社保卡, 又匆匆出来, 安宁呢, 陆默婷问, 我来接她回去, 她不会跟你走的, 这话我妈说了好几次, 陆默婷始终自说自话, 不肯相信, 妈妈一气之下, 直接标起家乡话, 同时也说漏了嘴, 我女, 连你的娃娃都不想要, 郎哥可能跟你回歇哦, 陆默婷一愣, 陡然呕出一口鲜血, 把我妈吓得半死, 才勉强把她带到医院, 听到这里, 爸爸突然出声, 那你没跟她讲清楚, 咱们女儿是得了宫颈癌, 才无奈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妈妈答, 这不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吗? 爸爸说, 糊涂, 你知不知道, 说话只说一半, 会要人命的, 那家伙差点把咱们女儿活活掐死, 妈妈惊恶, 都怪我, 爸爸说, 我看那家伙情绪忽上忽下的, 还有暴力倾向, 我们女儿不宜跟她太过纠缠, 又看向我, 宁儿你不用怕, 明天我和你妈会陪你一起去, 办完手续, 咱们立马回荣城, 但你千万不能吸软, 也不可以再回头, 知道了吗? 泪水在眼睛里打个转, 我重重点了一下头, 我知道了, 爸,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长假一起放的, 我们领证的这天, 刚好是长假结束的第一天, 许多老百姓的事物都堆积到了这天, 妈妈是个丢三落四的大马虎, 做事毛毛躁躁, 十分不利索, 出个门也拖拖拉拉的, 我和爸爸站在楼下, 催促他好几次, 妈妈才亮亮呛呛跑下楼, 结果就是, 咱们仨赶到时, 已经十点过了, 与陆默亭约定的九点, 足足晚了一个钟头, 民政局的办政大厅里已是人满为患, 不过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当中的陆默亭, 他坐在等候区域的凳子上, 正端着一个纸杯, 为一旁女人怀里抱着的小女孩喝水, 秋日的陈辉正好照进来, 泱泱撒在他们三人身上, 画面美得刺眼, 陆默亭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是带着琴琴娘俩一起来的, 爸爸鼻子一出气, 哼,走, 我们过去, 今天必须跟他了结了, 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 我们三人走过去, 长排的身影荡住了他们正面的光线, 陆默亭和琴琴齐刷刷抬头看向我们, 你这个点才来, 陆默亭环视一圈等候区域密密麻麻的人头, 鸡翘出声, 是以为工作人员会饿着肚子加班给你办手续吗? 爸妈对视一眼, 又看看我, 倒是找不出话来驳他, 毕竟确实是我们迟到了, 这时大厅语音播报, 请40号到C号窗口办理业务, 陆默停休地站起身, 亮出自己的40号排队单, 问向我, 资料带齐了吗? 我, 嗯, 齐了, 他阴冷的眸子凝视着我, 半晌, 财道, 过去吧, 轮到我们了, 没有财产交割, 没有孩子需要争抢, 我俩的离婚手续办得十分顺利, 只要我在落款处的亲笔签名上, 按下大红指印后, 就能领到属于我的那一本离婚证, 我用右手大拇指, 沾了些红色印泥, 按下去的前一秒, 心肩抖了一下, 那些过去, 我第一次在海城大学的篮球场上看见他, 我悄悄跟在他身后排队打饭, 默默望着他的后脑勺, 我偷拍他的照片, 放进钱包, 他和琴琴分手时, 用力拉住我, 落下的那个吻, 很多很多, 全部像胶片一样, 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播放, 后悔了吗? 陆默婷很力道, 晚了, 你打掉我孩子的那一刻, 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这一次, 我没有哭, 落指在我亲笔, 签下的, 安宁, 两个字上, 稳稳盖上拇指印,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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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公章, 落下, 我和陆默婷变, 从此天涯末路, 一行六人, 并排走到民政局门口, 爸爸昨夜整理打包好的三个行李箱, 刚才暂时停放到了保安处, 爸爸顺路全部取来, 我们叫的网约车正好停在我们面前, 陆默婷, 那我走了, 我看一眼他, 像和一个朋友告别那般和他挥挥手, 再见, 上车的一瞬间, 他突然迈步靠近, 扯住我的手腕, 谋色星红道, 你要去哪儿, 站住, 办完离婚手续, 走出民政局, 我按照之前的计划, 准备跟着父母回家乡, 怕耽误航班, 三个大大的行李箱, 我们来民政局的时候就随身带来了, 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 陆默婷却一把将我拉住, 你要去呢, 或许是我的错觉, 在和他对视的短短几秒之间, 我在他那双冷静孤傲的毛子里, 看到了恐慌, 时间很短, 以至于我并不能很好地确认, 不过这不重要, 他的一切, 已与我无关, 回该回的地方, 我说, 你要去荣城, 他手掌的力度渐渐加大, 连发三问, 你把工作也辞了, 以后都不来海城了, 不等我回答, 等在一旁的秦秦两步上前, 语气交集, 莫婷别这样, 冷静下来, 没错, 我俩离婚的当天, 陆莫婷是带了女人来的, 秦秦盼着我们离婚, 已经不是一两日了, 如今戏院实现, 自然要在我跟前得意得意, 他亲密地挽住陆莫婷的胳膊, 揉声劝慰, 莫婷你怎么还和从前一样, 对待其他人, 总是那么凶神恶煞, 陆莫婷拽住我的手一动不动, 凝视着我的眼神一闪不闪, 只用嘴巴一张一盒回复秦秦, 今天我已经离婚了, 你也正好在这里, 不如就把我们的事办了吧, 秦秦一时没反应过来, 愣了几秒, 忽而想到什么似的, 双眼絮满感动问, 真的, 陆莫婷, 嗯, 我们结婚吧, 我的心顿痛一下, 但只有一下, 一来一去耽搁的时间太久, 前面的网约车司机已经连声催促, 我说, 你们这一家人到底还走不走, 要走, 要走, 那能不能赶紧的, 把三个行李箱里整齐放进后备箱, 爸爸急忙走过来, 把陆莫婷扯开距离我半米开的距离, 我抓紧时机一屁股坐进车里, 生活节奏变得很慢, 同时一点也不想先他们一步离开这个世界, 我想活下去, 健康快乐地活下去, 只是在面对主治医生给出的两套治疗方案时, 我还是犹豫了, 到底要不要去除子宫, 未免今后病情再度复发或是恶化, 首选的治疗方案, 当然是去除子宫, 但这也意味着我永远都不能再当妈妈了, 可我还那么年轻, 去找父母商量, 二人却持相反的意见, 爸爸为人保守, 只有叮嘱了一些饮食起居需要注意的事项, 便催着我们赶紧疼位子, 呵, 荣西医院的床位实在太紧俏了, 不过, 我们也走得快, 谁没事愿意在医院里多待, 在床上躺两个月这件事并不容易, 我只躺了几天就闲不住了, 朋友圈微博都被我翻烂了, 就琢磨起在网站上, 接一些帮人画动漫插图, 游戏人物或道具, 制作小说封面这类的活, 陆莫婷是某大型游戏公司的程序员, 为了和他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在和陆莫婷结婚的四年里, 作为海城大学设计系高材生的我, 一直窝在一家小小的游戏公司里当客服, 期间接触到不少这种外包的活, 如今重拾专业, 仿惑新生。 当然, 家里闲不住的人, 也不止我一个, 事实上, 早已经退休的妈妈, 那段日子比我还忙, 他忙着给我寻对象,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女儿才刚从深渊爬出来, 腿都还没站直呢, 你就急着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我为爸爸的明智点赞, 对, 哪能这么急呀? 妈妈, 你们懂什么? 懂, 叶成那小子, 可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他的人品我能不了解, 就他对咱们女儿那心思谁还看不出来, 他这么多年没结婚, 不就是等着咱们宁儿吗? 叶成, 以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的邻居, 大队拆迁之后, 我们两家又分到同一个街道, 同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里, 我们楼下102那间茶坊, 就是叶成外婆开的, 我对叶成的印象很浅淡, 模糊到只有一个不那么具体的轮廓, 在我的记忆中, 他是一个很内向又很腼腆的瘦小男孩, 好像比我还要矮一截, 但事实告诉我, 记忆并不可靠, 再次见到叶成, 是大约一月后, 我大病出狱, 下楼去取快递的某个黄昏, 他正面向我走来, 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安宁, 第一眼, 我没有认出他, 只因为他实在太高了, 足足有一米八吧, 可我明明记得, 初中那会儿他比我还要矮半个头的, 怎么后来冲这么高了, 我仔细辨认着他的脸, 不太确定, 游宜出生, 叶成, 他点点头, 含笑朝我走来, 我俩以前也并不是太过要好的朋友, 基本算得上是没什么交集, 如今一见, 却十分亲近, 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幼时院子里, 那些和我们交好的小伙伴们如今的现状, 潜聊两句, 更是熟络起来, 他说要去菜市买两只鲁鱼回家红烧,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逛逛, 我在家里带的都快生梅了, 欣然做陪, 菜市在小区里, 靠近东门的位置, 只需顺着连廊绕一圈, 就能到了, 眼下已是十一月, 再过两日便正式入冬, 潇涩的寒风吹的长排银杏树叶沙作响, 我觉得有些凉, 才刚搓了搓手, 夜城立马脱下黑色大衣给我套上, 我没有拒绝, 到了生谢, 还将衣服裹得更严实些, 天黑得比以往更早, 饶市才刚五点, 小区内的行人已是寥寥, 不过菜市场却是堆满了人, 转一圈下来, 除了计划好的鲁鱼, 我们还买了不少食材, 他问, 你这是要吃鲁鱼火锅吗? 我,可以吗? 他说,不行, 我看, 咱们还是换吃清蒸鲁鱼吧, 我们二人拎着大包小包, 有说有效往回走, 远远却看见一道熟悉的人影 站在漫天飘落的银杏树下, 昏黄的路灯照在他的身上, 把他的黑影拉得很长很长, 晕开的光圈下, 使他扔了满地的烟头, 陆墨亭正在看着我们, 眸色如清冷月光, 我和叶成对视一眼, 同时放缓了脚步, 陆墨亭踩着心跳的节拍, 一步一顿走向我, 我看着他那张脸, 顿觉很是陌生, 只一跃未见, 怎地我几乎都快把他给忘完了, 很好, 他扯了扯我身上那件, 属于叶成的外套, 安宁, 你做得真好, 陆墨亭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 我却听得出其中隐忍的滔天怒意, 叶成才出陆墨亭的身份, 摇了摇手里的鲈鱼, 道一句, 我进去先把鱼蒸上, 你一会儿上来正好能吃, 便把现场留给了我和陆墨亭, 你跟他, 陆墨亭从裤兜里, 掏出打火机, 点燃唇上叼着的一支烟, 缓慢吐出一个烟圈时, 轻描淡写带出这么两句刺人心窝的话, 上次我没满足到你, 你就耐不住了, 离婚, 一月, 陆墨亭从海城远道而来, 等在我家楼下, 却不巧碰见, 我和楼下的小帅哥叶成一同买菜回家, 且身上还穿着小帅哥脱给我的外套, 他生气, 我稍微能理解, 却万万没想到, 他仅凭我和别人一个并肩而行的画面, 就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以前我挺怕他的, 凡事也依着他, 他每每生气, 我都会自动服软, 以做安抚, 可如今我没必要惯着他, 我挺直背脊, 反唇相机,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和谁做跟你有什么关系, 话必就越过他, 往楼到口里走,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他脉腿挪动步子, 挡住我的去路, 我大病出狱, 一个月来首次下床, 方才又去菜市场, 逛了一大圈, 再跟他熬那么半天, 着实有些体力不支, 便颇为不耐, 道, 陆莫婷, 我累了, 我需要休息, 他却步步逼近, 贴靠过来, 跟我回去,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有什么权利跟我说这话, 我轻蔑一笑, 飙高音量, 呵, 陆莫婷你知道吗, 你和秦秦做的那些脏事, 我永远记得, 你从他那里带回来的病毒传染给了我, 害我不得不留掉我们的孩子, 这些伤害我无法忘不掉, 你说什么, 他显得很惊讶, 看样子是还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说, 破旧的小区, 秀气斑斑的, 路灯有些接触不良, 浑黄的灯光忽明忽闪, 照得我的眼睛狠狠发酸, 远处, 四个红绿黑蓝的垃圾桶, 随着尽造的秋风发出阵阵臭气, 引我恶心反胃, 我大步后退, 同时用力推他, 陆墨亭, 你回去吧, 如果可以, 今生不要再, 见, 话未说完, 就觉一阵头晕目眩, 脑子一沉, 双腿一软, 身子失去重心朝后扬倒, 却是稳稳落入一方结实的臂弯, 我扶你进去, 踏风而来的夜城, 把我揽到怀里, 饶是弯了腰, 也足足比陆墨亭高出半个头, 观瞧这架势, 他怕不止一米八, 这小子这些年吃的什么, 满满的安全感扑面而来, 我把头轻轻靠在他双开门的胸膛上, 劳烦, 陆墨亭又说了些什么, 奈何当时的风声太大, 我没有听清, 只在踏进小区门口时, 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还站在原地, 满地金黄的银杏树叶, 被风吹到半空, 扑速速打着旋, 把他卷在正中央, 那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再见过陆墨亭, 和叶成的来往倒是更为密切, 我在网上接的小说封面, 游戏道具和造型的设计, 订单越来越多, 忙得几乎连吃口热乎饭的时间都没有, 但想着自己在养身体, 吃和睡这两件事, 也不敢怠慢自己, 每一天都过得很认真, 爸妈比较浇惯我, 平日想吃点辣和重口味, 爸爸也很纵容, 多亏了叶成三天两头往我家里跑, 把我爸买来的火锅底料, 皮线豆瓣, 和二斤条红辣椒, 统统没收, 取而代之的是鲫鱼汤, 三鲜汤, 青菜豆腐汤成炖成炖的端来给我, 不过俩三月就把我喂得白白胖胖, 拿我妈的话来说, 这是, 脸都圆了三圈, 叶成的工作是是接了他父亲的班, 是制作文箱, 灭文器, 电热毯, 暖手气的七色集团里, 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 干活不累, 员工福利还好, 每到冬季, 七色公司会给他们派发电热毯, 暖手炉和泡脚筒, 可是今年, 这些东西都被他盘到我们家来了, 这个筒, 要不还是留给你外婆用, 我一手抱着他送的小碎, 熊暖手带, 一手继续画图, 一面还怪不好意思对他说, 老人家多泡泡脚, 对身体好, 更何况, 我前两天才刚拿了他的高档电热毯, 我婆, 他三五个桶了, 不差你这一个, 他说着, 就去炉子上烧水, 和夜城相处的这两个月, 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是一幅自然的烟火画卷, 他让我感到踏实和随意, 好了, 我先下去了, 夜城关上火, 把烧水壶里的开水, 掺进一旁的水瓶里, 放个小网袋在我桌上, 叮嘱到, 晚上泡脚的时候, 你可别忘了把这个中药倒进去, 我看一眼时间, 还不到晚上六点, 就放下平板电脑, 叫住他, 等一哈, 自打回了戎城, 我平日和邻居交流, 都用的家乡话, 在耍一哈嘛, 我爸到王叔叔家头切, 喝酒了, 今晚上不回来, 我妈打麻将也得过了十二点才落屋, 你急撒子吗, 许是一秒, 许是三秒, 叶城那张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了, 红成一只熟透的虾, 形容的就是他这样, 嗯, 记忆有时还是挺可靠的, 他还是跟原来一样, 怕羞, 可他骚成这样, 到底是想到什么了, 略微一思索, 我倒不别扭, 直接开口, 叶城,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更激动了, 那张红通通脸, 顿时紫胀起来, 几乎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就跟厨房门口傻愣着, 我暗暗赴菲, 他咋比我还更不善言语, 这郎个追得到女朋友哦, 我觉得你很好, 我俩挺适合的, 如果你对我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妨试试, 他眸光流转, 欢喜到一个好, 字, 便仓皇而逃, 不过只逃了一小会儿, 十多分钟后, 他又恢复正常, 提着瓜果蔬菜回来了, 海外带了一截, 香肠, 麻辣口味的, 我眼睛都看直了, 连忙凑过去, 问, 我能吃吗? 我能吃吗? 这真是给我拿的吗? 他点点头, 就把香肠没入锅中清水, 没过多久, 二居室的小屋内, 就飘满了浓浓的肉香味, 朝夕相处的时光, 缓缓流逝, 一晃就是一年, 我们迎来了属于我们的第二个冬季, 叶城的外婆, 正是登门向我的父母提亲, 并下了丰厚的彩礼, 我和叶城的关系, 就此打下定论, 此事一经传开, 半个小区都热闹起来, 我们这片, 大多都是之前一个村拆迁来了, 彼此之间都是十分相熟的老邻居, 我和叶城算得, 尚是这些爷爷奶奶们看着长大的娃娃, 谁听了这消息, 都为我俩感到高兴, 鉴于此, 爸爸和叶城商量过后, 便提议, 在小区的大院里摆一场爸爸宴, 好好热闹热闹, 看着叶城自然地和爸爸有说有笑的画面, 我突然想到陆墨城那冷清的面孔, 我和陆墨婷结婚时, 除了去民政局领一张结婚证, 其余什么也没有, 他不肯改口叫我父母的爸妈, 也不愿带我去见他的家人, 更别奢求什么彩礼, 什么婚宴, 他就像那雪山上的红莲, 高不可攀, 我们的婚事顺利成章, 定在来年开春的三月中旬, 一眨眼就到了, 在邻居叔叔婶婶们的助力下, 我们的喜宴办得声势好大, 不同于仪式感满满的那种酒店婚礼, 我们习了老一辈的旧俗, 家乡话叫做流水习, 那天,情光正好, 乡邻们都顶着春日的第一抹骄阳, 托家带口前来赴宴, 流水习的厨师们天没亮就嘟嘟嘟开着一辆小货车隆重登场, 榜大腰圆的墩子, 从货车车厢里取出的十多张大圆桌, 几十张圆凳子, 占满整个小区院落, 他们就地堆砌土造, 叠上高高的蒸笼, 总厨一声令下, 起噪点火, 转眼就冒起腾腾的热气, 空气都跟着滚沸, 甜烧白, 咸烧白, 粉蒸排骨为首的, 三蒸九扣, 搭配食书食锦, 白汁三鲜, 红油肺片, 焦麻鸡丁, 最后端上自己熏制的腊肉, 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 九斗碗, 我穿一身红色洗裙, 头上插着妈妈给我准备的树状红水晶, 发誓, 夜城穿黑色西装, 口袋上贴有, 新郎, 字样的金条子, 我俩站在台前, 听曾经的村长爷爷帮我们宣读致词, 这时, 一位不速之客闯进来, 拿话筒传出一道狠力之音, 安宁, 今天这婚, 你不能结, 自麦克风传出的声音, 众人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声援的方向, 半晌才看见, 怨霸一侧的音箱旁, 一个高大的男人, 眸色星红站在那里, 陆莫婷, 他怎么来了, 跟我睡了四年, 除了我, 你以为还会有人真心爱你吗, 在我的喜宴上, 陆莫婷拿着麦克风当众侮辱我, 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我和叶诚的感情, 让这场喜宴绊不下去, 他话音刚落, 叶诚便拎起拳头, 就朝陆莫婷奔过去, 一眨眼, 两个男人已经你一拳我一拳, 各自负伤扭打在一起, 瓦儿瓦儿瓦儿, 怨外, 突然响起一串急促的警笛声, 知道陆莫婷情绪不稳定, 他刚一出现, 我爸爸就报了警, 但一般的民警出动, 很少会鸣笛, 众人不解, 带着疑惑且八卦的视线, 朝声援的方向望去, 就见两名身穿制服的刑警推门下车, 他们走到陆莫婷跟前, 递出工作证, 我们是火南警局的刑警, 你爱人涉嫌故意传播病毒, 警方有些疑点需要你解答, 劳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警方口中的陆莫婷的爱人, 应该指的是秦秦, 别忘了, 我和陆莫婷离婚当天, 他是带着白月光秦秦一起来的, 我俩刚办完离婚手续, 他就拉着秦秦去结婚了, 秦秦故意传播病毒, 对此, 我挺意外的, 去年我查出患有宫颈癌时, 医生给我的病因解释就是, 我感染了HPV, 我清白之身嫁给他, 五年守身如玉, 我的传染源只有他, 我当时确实知道他和他做过那种事, 才会带回这种病毒, 只是没想到秦秦是故意的, 我也是受害者,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多的证据, 我当即对警官表示, 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做过坏事的人, 必须受到该有的惩罚, 你疯了吧, 陆莫婷拿一双惊讶的眼睛望着我, 你以为诬陷秦儿, 就能送他进监狱, 你知不知, 乱说话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不等我反应, 又扑上前拉住其中一位刑警的衣领, 咬牙切齿道, 你们最好有证据, 你这算洗警吧, 我冷宁开口, 接过话头, 我告诉你, 陆莫婷, 不止他, 我连你都想送进去, 刑警掰开陆莫婷的手, 理了李林口, 正声道, 你放心, 没做过的事, 我们警方不会平白强加在他头上, 筹备已久的喜宴, 终究还是被陆莫婷给搅乱了, 我跟着警方上了警车, 夜程不放心, 也跟着我一起去的, 我们走进警察局的时候, 秦琴正坐在一间方方的审讯室里, 接受警方的拷问, 通过隔壁另一间审讯室的监控视频, 我们可将其一览无余, 秦琴携带HBV的医疗证明, 他和其他若干有副支付的开房记录和小视频, 以及这些男人的妻子们逐一检查出, 近期感染病毒的诊断书, 禁数摆在桌上, 可谓铁证如山, 由不得秦琴抵赖, 哈哈哈哈, 秦琴突然笑了, 笑眼中满是癫狂, 活该, 这些背叛家庭的男人都活该, 他的瞳孔里满是不屈, 那些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男人, 不就没事吗, 这是怎能全部赖到我头上, 说着说着, 他又哭了, 似乎陷入某段不堪的回忆, 我也是被害的, 我的丈夫也在外面玩小三, 惹了病传染给我, 可你们知不知道, 我当时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他的毛子染上星红, 他害了我, 更害了我的女儿, 我发誓这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一定要突进人间出轨难, 屏幕突然一黑, 一瞬间, 他的哭声, 他的笑声, 戛然而止, 我的身边一片肃静, 陆默婷心脏的剧烈跳动, 清晰可闻,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 快速配合警方录完口供, 留下我受害的证据, 拉着叶城头, 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次, 陆默婷没有挽留, 再次相见, 是在那年国庆节, 学校八十周年的庆典上, 那一天, 来了很多我们那一届的风云人物, 笑花叶圆圆的酷辣熟舞点燃全场, 大律师林峰携娇妻而来, 而以林峰舔狗闻名的安然, 竟也跟着男友来到了现场, 热闹非常, 八卦非凡, 陆默婷也来了, 他是当天, 仅次于林峰的第二位上台演讲者, 我和叶城手牵手坐在末尾, 远远看着站在聚光灯下的陆默婷发表讲话, 半年未见, 他容貌的变化很大, 曾经清俊的脸颊更显瘦削, 苹果肌深深凹陷, 一双瞳孔颓然没有焦距, 二家和双病已尽数花白, 如果不是主持人报过他的名字, 我差点就认不出他了, 当天傍晚, 有一场慈善拍卖会, 所得资金用以资助贫困学子, 我之所以从荣城大老远跑这么一趟, 就是为了在这场拍卖会上, 买下我导师的亲笔画作, 挂在我和叶城的婚房里, 这种小型的拍卖会, 交价并不高, 一来一回不过两轮, 就被我收入囊中, 意外的是, 校方挂出的最后一幅作品, 居然是我的, 这并没有出现在宣传手册当中, 厂商之人纷纷回头寻我的身影, 今天来的大神可真多, 美术系的高材生都回来了, 天哪, 他老公不是, 陆墨亭吗? 早离了, 听八卦, 看八卦, 最后八卦落上头, 在一片八卦声中, 主持人开始介绍我的作品, 那是一张油画, 画的是一个少年, 用单车载着一个少女, 在校园的梧桐树下, 骑行的一幕, 正面开阔的视觉, 可以清晰看到少年和少女的脸, 校园风云人物, 安然和林峰, 林峰, 陆墨亭两位有钱多金的霸总, 立刻来了兴趣, 无休无止标起架来, 夜城几次响举牌子, 都被我按住了手, 你别跟着他们疯啊, 你的工资不都被我管着的, 难不成你偷偷藏了私房钱, 夜城, 那是你的作品, 我想留着, 我回去给你重新画一张不行吗, 那张是我初学时练手的, 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干啥, 夜城略一思索, 而后点头, 也对, 但索性模样可爱乖巧, 刚去了孤儿院, 没几天就被好心人收养了, 我和夜城的喜宴一直没来得及补伴, 自打上次我们起了个头, 但凡家中有喜事, 回回都要在小区的院坝摆上一摆, 儿子的满月宴, 百日宴, 周岁生日, 两家父母的寿宴, 热闹近一点没减, 就连社区工作的婶婶们看得都眼热, 早早张罗起今年的年饭, 大摆霸霸宴, 从腊月初八, 一直摆到正月十五, 杠上开花, 我妈一边搓麻将, 一边叮嘱, 快挪到太阳底下去, 好好晒晒, 给肚子里的妹妹补补盖, 哦, 三年爆俩, 说的就是我, 我挺着大肚子, 选了把结实的主意, 叔叔扶扶窝进去, 夜城给我端来了果盘, 和几叠瓜子花生胡豆, 我带儿子出去溜溜, 你就在这儿慢慢晒, 好, 谢谢老公, 我选了一颗包过皮的小橘子, 整个塞进嘴里, 就开始刷手机, 一本名为藏期书的现实题材小说, 荣获国内顶级创作大奖仪式, 被媒体广为报道, 我点击链接, 看到这本以沾血墓碑做封面的小说, 一时好奇, 便翻开读, 第一页写有作者的一句寄语, 在灵魂安静以后, 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故事很长, 读着读着, 我便打起盹来, 夜城给我送来一条毛毯, 我虚起眼睛抬头看她, 同时看到她身后的那片天, 天空蓝到发紫, 一切美如梦境, 到这里是电视图, 我们再打起来, 感谢观看